我救了一位王爷 救个屁的王爷 路边的野男人不要乱捡 轻则里成淫 重则负慎行 我阿子恨铁不成钢地数了我 平时嘱咐你的全忘光了 我阿子这人脾气一直不好 他还经常会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比如现在 阿弥陀佛皇天保佑 行行好吧哥路神仙 穿过来就够难的了 我可不想做虐文女主 他口中念念有词 用力捶打江洗的衣物 却看得我心头发颤 我总觉得他是把那盆衣物 当成王爷的脑袋 阿子不喜欢路边的男人 可我就是他从路边捡来的 当然了 我是个小姑娘 那天阿子把我的乱发剥开 确认了我是个小女孩后说 是个女孩子 可以捡 可以捡 我是个很有原则的女人 其实阿子就是怕惹麻烦 我也怕麻烦 但是被阿子捡到的那种 感觉太美好了 我好想让别人也拥有那种感觉 今日我捏着阿子 给我的两个铜板去买菜 买菜的路上 我看见有个人 从面前的树上掉下来 吓得我心干颤 刚下过雨 可别见起你点子 脏了我的斜面 我又走了一阵 看见前面一堆人打打杀杀 保护九王 保护九王 有人这么喊 保护啥呀 他从树上掉下来 你们都不知道 话是这么说 我还是又折回去管那个人 拖了几步路 累死了 然后我把他 踢到了一旁的猪圈里 还拿箩筐照住了脸 长得挺好看的 别被猪拱了 然后我就蹦蹦跳跳 拎着我的小篮子去买菜了 买完菜回来 那帮人已经不见了 我拨开他脸上的箩筐 他居然睁开了眼睛看我 那双眸子黑白分明 俊美非常 如果不是周围的哼唧声太过吵闹 味道太过奇妙 我觉得我可能会爱上他 于是我把他带回了家 我去房间里给他喂药 他看到我 一咕噜坐起来 两只好看的眼睛 转了一圈打量 我把药放在木桌上 千斤万罐求不来的药汤子 但你好了 可得好好报答我们 但那其实就是 我从后山拔的挤株草药 谁让我和阿子琼呢 如今乱世 皇家内斗 民不聊生 所以我们不仅穷还抠搜 这也不怪我们 我和阿子两个弱女子 手不能提肩 不能抗 日日见机行事 才能勉强安身立命 九王可是条肥鱼 我看到他的那一刻 就把他身上每一斤肉 都折合成了现银 可现在 九王捏着鼻子闻闻闻 那汤药 好臭 其实阿子是过过好日子的 他告诉过我 之前也是锦衣玉石 绫罗绸缎供养的 大户人家小姐 可是他逃了 因为不想履行婚约 那个人很丑 阿子摇头 那个人很老 阿子又摇头 那个人有顽疾 阿子还是摇头 我没有见过那个人 阿子说 你没有见过那个人 为什么不愿嫁 我不懂 珍珍你知道 我不是不想嫁给他 我是不想嫁人 可是 可是女人总要嫁人的呀 我不解 不是的珍珍 便是一辈子不嫁人又如何 阿子眼里有亮亮的光 婚姻是因为 有一天你遇上了爱情 死去活来非他不可 然后你们愿意定一份契约 把彼此绑在一起 从来就没有什么必须 什么应该干什么 阿子摸摸我的头 你还太小 也许不懂 我是不太懂 我自小 只知父母之命没硕之眼 除了我这种父母双亡 只恐日后找不到好郎君的 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一辈子不嫁人 阿子说 我要为自己而活 阿子为自己活 却得负责我们三个人的饭食 九王在阿子的狠毒眼神下 饭碗都端得颤颤巍巍 当然 也许是他手伤还没好拳 这菜 阿子瞪他 九王眼神闪烁 猴姐滚了滚 你想说什么 阿子面露凶光 我觉得如果九王不识像贬损阿子的手艺 会被阿子当场揪着领子丢出去 好 好好吃 后来的后来 九王提起这件事实同我说 他本来想说的就是很好吃 被阿子一下 反而像是屈服于阿子淫威的言论 你阿子啊 哪都好 九王同我说 就是太凶了 永远凶巴巴的 九王说这话的时候都要哭出来了 我就说九王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九王不记得自己是九王了 十九岁的九王 看起来像九岁 阿子叹气的声音更大了一些 还加上失忆梗 无语 话虽如此 阿子确实没有真的很心把他丢出去 也丢过一次 丢的时候 还好心给他怀里揣了些干粮 阿子把他领到山脚下 然后自己跑了回来 我忧心忡忡 望着窗户发了一下午的呆 阿子哼着小群 跟没事人一样 做自己的事情 直到晚上 九王脏兮兮的出现在门口 他小心翼翼的搓着手 脸上黑一块白一块 头上还不知 从哪儿逮了一堆碎草叶 我 我回来了 他那眼神天真又可怜 仿佛真的不知道 自己被丢弃的事实 阿子就没再把他赶出去了 给他烧了一木桶的热水 让他去沐浴 阿子同我说 我想起我们家的猫了 仔仔丢了一次 跑回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 你说我是不是对他成见太深了 阿子问 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我却总是把他一想成恶人 本着防患于未然的想法 去伤害他 反而我才是那个恶人 阿子 我怎么就很不下心来 成为那种百分百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呢 阿子有的时候同我说话 只是为了说话 压根没指望我能听懂 那屋的九王不知为什么叫嚷起来 惹得阿子去看 然后就听到阿子斥责他 洗澡水尽眼睛自己擦擦不就得了 还要把老娘叫进来 我就很想说 他现在就是个九岁的小傻子 为什么要一直提防他 和他过不去啊 但阿子听不进去 阿子执拗得很 他那想法常人不懂 执意坚持的事情 是撞掉两堵南墙 也决不回头的 所以 今日阿子把九王赶下山 我也没敢做什么 我也不过是 靠着阿子的硬币生活 能劝服阿子的人 只有阿子自己 我觉得 心智同是九岁 九王比我还傻一点 他什么都不认得 卖苗和算苗也分不清 看上去呆头呆脑 我给他耍个小把戏 就能把他逗得傻了半天 阿子在一旁脱塞看我们 时不时蹦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论 他好奶啊 如果撇除他日后 可能黑化的成分 不带有色眼镜看这只奶狗 真是长到姐姐心坎里了呀 我满头雾水 狗 哪有狗 阿子伸手一只九王 奶狗在玩狗尾巴草 我和阿子下山去摆摊 摆的就是同那只奶狗 一起编出来的 有蚂蚱 蝴蝶 孔雀 诸如此类 阿子称之为工艺品 有钱多到没处 使得傻子们 才会买的工艺品 昨日编草样子时 阿子心灵手巧 我有样学样 九王笨笨磕磕 还被那锋利草叶划破了手 眼泪汪汪 惹得阿子一顿数落 最后早早把他哄去睡觉了时 今日早上 九王不知怎么 也醒得十分早 同我们一起 吃过早饭后 他两只眼珠 就一直黏在阿子身上 不要走 在我们要出门的一刻 他拽住阿子的衣角 阿子 我于心不忍 帮他求情 要不带上他一起 带上他 阿子说 你知道他这身份 能引来多少祸患 带他出去 不等于招告他的仇家 快来索命吗 说阿子转过身 看看死扣他衣角的九王 其实九王比阿子高出许多 长身欲力 趁得阿子娇小可人 但阿子拍一拍他的头 我就觉得 九王还真像一只听阿子话的大型狗狗 我们会回来的 阿子像哄小孩子一样 哄九王 晚上回来 给你带唐人好不好 饭菜干粮都罩在桌上 你饿了就自己吃一些 九王懦懦点头 就是手还是不放开 不会再丢下你的 阿子终于说 我发誓 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 捅你拉钩好不好 阿子伸出小指 牵住九王的 拉钩上吊 一万年不许变 小孩真难哄 阿子下山后 吹吹自己的脑袋 言狗啊 李子怡 太没有原则了 李子怡是阿子的名字 阿子顺势弹了下我脑门 真真你记着 等他好了 我一定赶他走 绝不增长任何一段 念缘发展的可能性 我撇撇嘴 这我可管不住 阿子这人 讲起什么来都头头是道 却经常打脸和真香 这两个词 都是他教给我的 用的次数太多 所以我也记住了 再说了 九王长得那么好看 换不了钱 我还想多看几眼呢 见我不理 阿子也没有深究这个话题 摆好我们那个小摊子 小摊子是阿子做的 明明就是个卖草叶的寒酸摊子 阿子非要弄得精致上乘 从摊不到支柱 都花了时辰时的心思 还要说 这是什么营销手段 我们的摊子看着高大上 顾客才会觉得 我们的产品高大上 我还记得最开始的时候 阿子兴奋地在空中指指点点 过一会 他又沮丧起来 太惨了 真真 我们一点本钱都没有 只能靠草发家 我以为我能成为少年巴菲特 合着我们就是一对破产姐妹 再过一会 他更难过了 我好想躺在沙发上 听麦克斯讲婚段子啊 呜呜呜我 为什么要体验 先辈们的艰苦生活 一般这个时候 我都是选择充耳不闻 阿子这个人 奇奇怪怪的 他一个人 就可以抵一个男曲班子 我们的摊子才刚摆好 没成想 生意还没等来 温神先来一堆 让开 快让开 扬边声滑破空气 马蹄踏过处 已是一片狼藉 几个穿黑红衣服的开头 几个穿白衣服的锥 还有一位穿银袍的紧随骑后 连他骑的马 都比别人的看起来金贵 那毛色 那气派 或 连马鞍都是香精挂宝的 他坐上的银袍公子 指定大有来头 那银袍公子生得好看 只是那种俊眉修目 顾叛神飞的好看 不是我们九王那种白皮细肉 想让人揉一揉的好看 我看着他搭弓拉剑 连发竖剑 身姿潇洒 引人注目 然后看着他的宝贝小马 又要在我们已经被掀翻的摊子上 踩上一走 侧目看见身旁阿子袖口微张 拿着干粮的手还在颤抖 我按道不妙 果然下一颗阿子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 去 他 呀 的 好瞧不瞧 迎着银袍公子面门 飞过来一道匕首 逼得那公子 错身闪避 落于马下 好在他还紧紧牵着缰绳 不至于叫受精的马针 冲撞了人群 但周围的人 也都四散逃开 危机关头 性命第一 公子欲扬身上马 在追前人 我身旁的阿子 却不见了踪影 待我在看时 他已飞扑到银袍公子的脚面 公子牵着马 他搂着公子的腿 阿子口中就两个字 赔钱 我也忙跟过去哭哭啼啼 坐在地上 捏着鼻子拿枪 拿掉诉朱了一番 连我那早死的爹娘 都被请出来 抹着眼泪哭了一通 那公子包不开身上的阿子 想扶我又扶不到 被我哭得直中眉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多少钱小爷赔给你们就是了 阿子一抹脸 十两银子 我暗自择舌 乖乖呀 阿子是真黑呀 仙太爷一年官奉 也就十几两银子 但那人是冤大头 还真掏出钱带来 取出一定银子 给了阿子 阿子见好就收 软骨病也治好了 反倒是脚底抹油足下生风 看驾驶 可以一口气足足跑出几十亩地去 冲啊 甄甄 阿子不忘回头拽上我一起 那公子不知怎的 又突然叫他 哎 小娘子 可惜先前四散的人群 哪里肯饶过这才生意 早已将他团团围住 而像活耗子成了精的阿子 写着我越跑越远 在不管身后什么没入耳的话 散在了风里 我们回去的时候 九王正坐在门槛上 见到我们开心地抛了 自己手里的狗尾八草 你们回来了 嗯 阿子沉吟 九王搓搓手 再舔舔嘴巴 阿子依旧沉着脸 九王眼巴巴望了半天 阿子还是那副德行 然后九王的嘴角 就不受控制地往下撇 手已经抬到眼角 做事要哭了 逗你的 哈哈 阿子终于绷不住 把专程绕路买的唐人 从背后拿出来 有那么一刻 我的表情可能像见了鬼 阿子这人 指定是有什么毛病 额趣味 对不住 对不住我的错 阿子捋一捋 九王的毛 阿呸 头发 不逗你了 阿子 把唐人塞到九王手里 大方吃 姐姐请客 阿子说 再养九王两天 就把他拖去九王府换钱 一是九王伤还没好 二是阿子说 要先探探九王府的情况 万一我们把人送去 他们说是我们毒傻的怎么办 如果九王府接应的人 是他死对头派来的奸细 人一送过去就死了怎么办 万一把我们也抓起来 一道杀了灭口怎么办 人才两空 弃尸街头 阿子歪歪头 噼里啪啦 又冒出来一堆 能把自己吓死的心想法 啊 阿子捶自己脑袋 灭文看多了 阴谋论张口就来 被迫害妄想症晚期了我 阿子摆摆手 再养两日吧 两日后再说 阿子说过自己 还有拖延症 今日阳光请好 我同阿子来老地方知摊子 阿子举着片草叶 展望未来 等我们请走了这位神仙祖宗 多攒些钱 就寻个九四盘下来 自己做老板娘好不好 阿子这两日 被九王烦得厉害 九王动不动就追着阿子 喊自己心口疼 子姨 子姨 我心口又疼了 九王做西子捧心状 要子姨揉一揉 阿子深呼吸 自我劝慰 就这两日了 就这两日了 伺候好了 这位也让他念着好多 换点钱 阿子在九王胸口 胡乱揉几下 你主要摔坏的是脑子 知不知道 怎么老喊胸口疼 哦 九王眨眨眼 头也有点疼 子姨揉一揉 珍珍啊 我为什么觉得 阿子问我 这九王怎么这么 茶里茶气的呢 有人在我们的摊位面前停下来 是那天那个银袍公子 冤大头来了 阿子眼神紧僻 不动声色捂住自己荷包 这位公子 给出去的钱 可不好再要回去的 那公子笑容灿烂 自然不是来找你要钱的 他打量我们的小摊子 我看这些小物件都颇精巧 不如都卖给我吧 姑娘开个价 阿子面不感色 十两 十两变十两 那公子爽快地掏出银子来 再次惊掉我下巴 这年头钱这么好赚的 我偷摸瞧一眼阿子 不知他师从何方先尊 失了哪门子妖术 阿子把银子收妥贴 又把摊上所有陈列的物件 都包起来递给的人 这些都是你的了 那人笑盈盈望着阿子 在下唐突 还想问一问小娘子方明 一两银子 那人给了 阿子答他 离 又一两 阿子回 子 那公子欲在掏钱 阿子摁住他 我以为是阿子良心发现 结果阿子说 十两 成套的东西最珍贵 最难及的那个价值最高 阿子解释 不过公子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买 那公子哈哈笑 当然要买 他又派出十两银子来 这下可以知道姑娘全名了吧 李子怡 阿子麻利地收拾好所有东西 珍珍我们回家 公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你记住了 我叫谢燃 第二日那个谢燃又跑来我们摊上 谢公子一上来就豪气地制银子 大概知道 阿子得了银子便会拍屁股走人 这次他要阿子献编给他 先说好 谢公子是按时称 还是剑鼠给银子 阿子先发制人 时称吧 那公子笑咪咪伸出两个指头 两个时称 二十两银子 可惜了 阿子的声音轻飘飘跑进我的耳朵 我没想明白是什么意思 他就开始慢吞吞地整理合理的草叶 挑来挑去比对样子 吹毛求疵修整边角 活像被人吓什么持环骨 依他这手速 我估计两个时称也就能编出两只草样子来 然后我就突然悟了 若是按键数计费 阿子能给他编两席的草样子出来 可是按时辰收银子 上线也就到这二十两银子 阿子不愿多出一分力 欣然也看出来了 他不至于此 眼里的笑意倒是流露出几分对阿子的欣赏 一时之间 我竟不知他在欣赏什么 就离谱 好离谱 哎 李子怡他一并收购了隔壁摊子老板的座椅 唐安皇之大 咧咧隔着摊子坐在我和阿子正对面 你先编着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一两一个 行不行 还学会自己定价了 阿子说 先让我问问你 谢公子手一摊 随便问 你银子果真带够了 今日能献结 谢然的笑容直接拧在脸上 可以 那我没问题了 谢然就开口 敢问小娘子方林几何 二时 家在何处 祖安 我听了一下午 他们谈天说地 从喜欢的东西到养过的宠物 连上炖饭吃的什么都问出来了 临走时 我悄悄给捧着两只草蝴蝶的谢然 竖了大拇指 佩服佩服 明日那谢公子还会来吗 晚饭时我问阿子 谢公子是谁 酒王捧着饭碗凑过来 没谁 明日他来不来 我们都不去了 阿子摸上酒王的头 小猪养得够肥了 该出栏了 新的一日下雨了 很大 大到阿子取消了我们的出行计划 我倒是心情蛮好 想着酒王又可以多留一日 但今日不知怎么 阿子把早饭都端上桌了 他那屋还没动静 按平时他应该早早出来 粘在阿子身边了 去叫他起来 珍珍阿子说 我可不想等一下再把饭给他热一遍 我敲了敲酒王屋门 没反应 走进去看到的场景 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了 阿子 我赶紧把阿子喊来 你看 酒王不知道怎么了 他缩成一团躲在角落 挺冷的天 只穿了单衣坐在地上 现客正浑身发抖 像是连牙扣都在打冷战 酒王他 阿子支住我 你先别过去 他试着靠近酒王 酒王 别碰我 酒王红着一双眼抬头看阿子 父皇答应了把母妃放出来 喂食妖还是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我日日都怪 他为什么从没来看过我 阿子伸出的手停在了半空 他不喜欢我了是不是 酒王红着眼继续发问 他不要我了是不是 阿子失语 过了一会他 还是蹲下身去碰酒王 你先起来 酒王眼角滚出一滴泪 你去叫他杀了我 阿子伸出去的手指又拳了起来 然后他站起来 抓起床上的被子丢到他身上 你要不想起就在这做一天 随便你 然后酒王就哭了 比之前都大声 阿子伸又矮下身去拍他的肩 好了好了 酒王紧紧抱住阿子 酒王哭累了 被阿子哄睡了 阿子表示孩子真不好带 酒王其实挺好哄的 中午的时候就又醒了 也不记仇 肿着眼睛 第一句话就是要吃阿子做的饭 我问阿子 怎么舍得把这么乖 这么豪哄的酒王送回去 怎么舍不得 阿子反问 他现在在乖 谁知道清醒了是什么样子 我们才和他相处了几日 若是为他丢了性命 到时候想起来又胭脂不会后悔 阿子面容平静 总还是银子攥在手里才他心 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太新的事 谢然找上山来了 要知道我们住的可是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山坡上 哪个鬼迷日演的 会信他迷路迷到这里来 他在找桃花园吗 快走 阿子隔着篱笆赶他 今天不接活 多少银子都不接 别这样 李子怡 你就让我进去坐一坐 喝斩茶就走 不行 阿子斩钉截铁 好子怡 谢然扯着阿子的袖子撒起胶来了 阿子往回拽袖子 我们不熟吧 谢公子 我不过收过你一百多两银子 可都是你自愿给的 两人拉拉扯扯的时候 变故发生了 九王举着把条肘冲过来了 放开紫衣 谢然脑袋猛地挨了一下 也是不爽 哪个不长眼的真敢打小爷 阿子和我的脑袋应该羊嗡嗡的 正在阿子拖着九王往回走的时候 谢然捂着头 说出了今日我听到最惊悚的一句话 九王 谢然和九王是旧时 我们俩打小就认识 自小打到大的 谢然略起袖子露出一截小臂 看见上面这一圈牙印疤很美 他咬的 九王不记得谢然 但这不妨碍 他朝他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大约是天生的不对盘 谢然谈一下九王脑门 小傻子瞪什么瞪 阿子互宰似的互助 哎哟喊疼的九王 你这人怎么摧残祖国的花朵呢 他帮九王吹一吹 转头问谢然 那你又是哪位世家公子 认识非富即贵的人 自然自己也是非富即贵 小爷我妈 无名小卒一枚 家父在平安长公主手下 单个小官 我不过是借光 进去同这些贵州公子们 一起读书的 我们将信将疑 我劝你们 还是先别把九王送回去 谢然说 京城的这个乱圈子 水深得很 面上多风平浪静 其实他那几位兄长 可都唯恐他没死透 正盼着他现身 九王府缺了主心骨 也难保不会混进什么奸细 他这个样子自保困难 不如九王府那边先搁一搁 我让父亲先禀报长公主 寻个能应付的对策 为什么要告诉长公主 阿子不解 你不知道 咱们这位九王与众皇子不同 自他母妃走后 陛下特许 多是由长公主教养的 谢然问九王 长公主皇姑姑最疼你了 是不是 九王想了下 认真点了点头 九王继续留在我们家 代价是谢然代长公主 日日付给阿子一百两银子 李子怡你是真黑呀 寻常人家五两银子 就可以过一年 你张口百两 长公主该怎么看你 我管他怎么看我 要么三千两银子献结 要么百两一日 我早同你说清楚的 悬赏令上 都是万两黄金起步的 知道吗 我这还是看你是老主顾 跟你要的良心价 什么王爷 什么皇家 可都是容易丢性命的事 我这是刀尖上跳舞 提着脑袋赚钱 阿子说得可怜兮兮 谢然倒笑了 你就是欺负我们 觉得我们都人傻钱多 是不是 阿子也笑了 这不是也不傻吗 日子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附近山头多了些 可能会从奇奇怪怪地方 窜出来的人 据说那是负责保护 我们的暗卫 谢然献殷勤 献得更频繁 三天两头往我们家里跑 惹得九王看见他就生气 自打阿子大手一挥 置办了一座九四后 他又改成了九四的常客 大约是在那里 不用同九王争宠 又可以看见阿子 只是落座的人 常招呼他 小二 谢然常说 他们有眼无珠 哪有这么风流倜傥的跑堂 唉 这个人有时候自恋的 我都不想提 我呢 自然还是跟在阿子身边 打下手 只是偶尔看着 打情骂俏的两个人 心疼一下 独自留守家中的九王 若是让他看到这副场景 大约又要气哭了吧 然后 有天我突然想到 九王一个人在家里 每天都在做什么呢 鬼使神差的 我又半路 折返回了家 进家门找了一圈后 我冷汗都冒出来了 九王不见了 九 我的惊呼未及出口 便因那踏入院门的人 生生咽了下去 来人身姿高挑 玉树临风 一双俊美眸子里 眼波流转 哪有一点吃傻的样子 九王 九王好整以侠地朝我笑 你找本王 怕本王死了吗 可是珍珍 你不早就背着你阿子 杀过本王一次了吗 我一时雨夜 傅又满脸无辜的开口 九王您说哪儿的话 要知道你好了 我们都高兴 也不能乱给人扣盆子不适 我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女孩 怎么杀您呢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哈哈 误会 误会 九王挑眉 那你告诉本王 珍珍 本王的贴身锦囊和令牌 去哪了 锦囊 令牌 我可从未见着 便是有 也可能是路上丢了罢 九王就笑 珍珍啊 还是和你阿子 多学学撒谎的本领 你这连皮毛都没领悟 说出来怎么敢叫本王信呢 可你的心 却比你阿子黑多了 也很多了 锦囊送去了九王府 令牌送去了六王府 各换了五千两银子 你知道 六王是本王的死敌 故而 一份情报买的是本王生 一份买的是本王死 生死由命是不是 说什么是路上 有人找你 脱信带到王府 无非是仗着你小孩身份打掩饰 匡骗他们 我只有白日才在此地 是怕牵连你 捅你阿子 九王饮一口茶 一群人被一个九岁的小丫头 玩得团团转 好在本王活着 我们王府的人先找过来 但有几只虾兵蟹将 处理得不干净 本来事情不用这么复杂的 到底是把那姓谢的招来了 九王倾向 你当那姓谢的是什么好东西 我沉下脸 彼此彼此吧 九王 你总不是今日才神志清明的 九王未否认 是一点点好起来的 那你为什么不走 还要半吃傻馋在我们身边 我捏紧袖子里的刀片 他若是对阿子存了什么坏心思 我就是今日走不出这屋子 也要与他拼杀一把 九王看着茶杯里的夜耿浮沉 你阿子很像本王一位故人 本王想留下 探寻一些事情 他说 若有人要加害李子怡 不用你动手 本王会先拼命的 不过杨真 本王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只是不知道你要一万两银子做什么 不如告诉本王 你花一万两银子要做的 本王也能帮你做到 只要帮本王一点小忙 我索性一步两跨到他身边 用刀刃抵住他脖子 你知道什么 别这样 真真 九王不慌不忙 我们好歹一同生活了这些日子 本王只是知道 本该满门抄斩的杨格老家眷 押送途中跑了一个小女孩 至今没寻到 还有杨真 他用一套手法轻易压制住我的腕子 本王的脖子可不是谁都能抵的 事已至此 我知道自己的举动毫无异议 索性丢了那一染上淡淡血痕的刀片 坐到旁边的椅子上 京城有杀手 一万斤取一人命 那你要取谁性命 你既知道我是谁 便该知道我家人是被谁迫害致死的 我顿一顿 几乎是咬牙说出了那个名字 狗官寒奇 那你一万斤大约不够 九王手撑头 刚刚被刀片抵过的地方 显出一道红痕 你父亲刚之不阿 不结党营私 也不暗中站队 对他心怀不满的人可不少 而寒奇 不过是我那六王兄的一条狗罢了 九王说 本王帮你报这个仇 条件 我打断他 阿子是我的底线 好巧 也是本王的 他说 你放心 必不会让你做与你阿子有害的事情 只要你告诉本王 他日常境况如何 同什么人见面 做什么说什么 就可以了 奸细 是的 九王半蹲了身子对我说 成交吗 小奸细 我答应了九王的要求 但我没告诉他 我收了他和谢燃的双份好处 两位大主顾出手阔绰 从不还价 从不拖欠 所以听到阿子带回来一个继子后 两人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我的愤懑 大概意思就是觉得 我只拿钱不办事 天地良心 这怎么能怪我 我明明只负责传话报信 若还要我阻止阿子做什么 那是另外的价钱 珍珍你就不会拦着点吗 欠然对我呲牙咧嘴 我耸耸肩 拦不住 且不论阿子那贪安贪先的性子 非要女扮男装 去翠春楼逛一遭 遇上花魁大赏 阿子一听这女子唱歌 就丢了魂 而阿子豪志的那三千两银子 还是你欠然自己给的呢 不过那女子 那日连蹦带跳唱出的词曲 分明惊呆了在座猪人的下巴 淡黄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你牵着我的手 看最新展出的油画 只有我阿子疯了 哎呀呀 珍珍 她的眼睛梳而亮起来 使劲咬我的手臂 这个人我要定了 然后 她以三千两银子的高价 赎买了这位送娘子 其实我觉得 她不用花这么多银票的 毕竟这位娘子 只读得阿子青睐 而那老宝 就是看出了阿子的心思 趁机抬价 反坑了她一把 可阿子说 值得 九王的不悦 有醋意成分在里面 宋安宁爱说爱笑 与阿子初次见面 就十分亲热 抱在一起哭哭啼啼 和像是失散了多年的姐妹 啊 极美呀 我从来没见阿子那么高兴过 也没见她这么热切 掏心窝子弟 对谁好过 她当初收留我的时候 好歹还观察了几日呢 九王就更不用说 至今在阿子心里 都是个祸患 若不是能换钱 早就被阿子丢出去了 所以我觉得 九王不待见宋安宁 多少是因为她自己小心眼 宋安宁倒是第一次见 九王就臣服于她的美色 不行 我鼻血要止不住了 李子怡你 怎么还藏着个大帅哥 路上剪得 阿子严剪一该 当小弟弟看就行 九王巴拉饭 装听不懂 宋安宁 无嘴笑 哪有这么大的小弟弟 生得倒比我 墙头还好看 这小脸蛋好想捏捏啊 她朝九王伸出手 咦 这脖子上是什么 九王躲开了 没让她碰着 她从饭碗里抬起眼睛 只有紫衣可以摸 说是被树枝不小心滑到了 阿子沉浸在 送安宁到来的快乐中 压根没理会 九王这番告白 我们院里就这么几间屋子 安宁你和我一起睡吧 你没带几件衣服来 先将就穿我的 赶明我们一起去买几身新的 她真是把宋安宁当宝贝供着 宋安宁歪头笑出一颗小虎牙 好啊 半月后 谢然内斯抱了一堆年货 来同我们过年夜 阿子见到她怀里抱得满满当当 也是没拉下脸来感人 谢然笑得明媚 子姨好 珍珍好 安宁好 她看到九王 哟 小傻子也在 九王的笑容里有腾腾杀气 我忙打圆场 哈哈 快进来吧 阿子他们正在做菜呢 阿子和宋安宁在后厨吵吵闹闹 忙着给对方脸上抹面粉 谢然插进去 引得两个人笑骂她 她也算是任劳任怨 被指挥着做什么都没怨言 三个人忙活了半天 总算是张罗好了一桌菜 期间 九王和我就坐在外面 台阶上看星星 我说 让你装傻吧 现在好了 看看人家谢公子 九王撑着下巴 看他做什么 他同李子姨又不可能 你就知道他们不可能 他父母本王都认识 他线下就是在胡闹 不会有人同意的 我看着那星子 问了九王一个 困惑我多时的问题 那谢然究竟是什么身份 那谢 这个时候 阿子喊我们 珍珍 九王 你俩再不进来 今天就在外面过吧 屋里比外面暖和多了 桌上摆了一席 让人食指大动的美味佳肴 阿子的手艺一直可以的 我妈她身体不太好 所以我和我爸经常抢着做饭 让她少操些心 她之前这么说过 现在我们所有人围坐在一起 举着杯子说 新年愿望 我希望新的一年 李子儀能少坑 我些银子 谢然刚说完就被阿子敲了一下 说正经的呢 成成成 我重新说 谢然讨饶 我希望新的一年 能多赚点银子 让李子儀坑 你这个人怎么说自己的愿望 总烧带上我呢 宋安宁拦她 算了算了 她说的主题不就是报复吗 我们也来说自己的 宋安宁双手核实 我希望能再见到生日那天见到的人 某人心里还有段放不下的情缘呀 阿子打趣她 宋安宁无脸 好看的小哥哥 谁都放不下嘛 好了好了 那就往你来说 希望子儀对我温柔一点 阿子虎着脸 姐姐对你哪里不温柔了 说完连自己都笑了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我说 这愿望属实无趣 可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可以替代 轮到阿子了 她轻轻嗓子 我想躺在沙发吃炸鸡 想开着电视看春晚 想听我家哥哥唱歌 想跟我妈妈说特别想她 想听闺蜜吐槽她那个渣男前男友 想让托尼给我烫大波浪 想约着去八五七 众人都愣了 宋安宁捂住阿子的嘴 哈哈 那什么 她醉了 阿子声音呜呜地从宋安宁手指缝里透出来 一口酒没喝我怎么就醉了 好在大家也都不是第一次听她说疯话 摇摇头 笑过也就算了 气氛再次融洽起来 大家举起酒杯 祝我们的愿望 在新的一年都能实现 悲言相碰 叮叮当当印着每个人的笑脸 似乎真能在新的一年讨个好一头 但要爱纯实呼听的泄然发声 等一下 你怎么不喝呢 她问宋安宁 还是告诉我们 你在这酒里添了什么东西 谢燃走到宋安宁身边 压住她的肩 长公主府傍晚十分起的那场火 同你又有什么关系 宋安宁沉思片刻 露出个古怪的笑来 阿子紧张地唤她 安宁 宋安宁眼里不见了往日亮闪闪的光 是啊 我下毒了 入口就会穿长烂肚死掉的那种 谢燃的手掌捏得更紧 骨节都泛清白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一路人 宋安宁脸上有沉静的笑意 我收了别人的好处 自然要帮她做事 你是六王的人 谢燃眉头促起 那纵火又是为了什么 宋安宁仰手摔了手里的杯子 当然是为了掉开这边守着的人啊 摔杯为号 你 谢燃话未说完 便死压着宋安宁做出反应 都趴下 从四面八方 促促射进密压压的箭来 我抱头蹲下 谢燃腾出一只手来 把我拎到她身边有屏障挡着的死角 可阿子和九王离我们太远 我能猜到九王定然是护着阿子的 还听到阿子结结巴巴的话语入耳 你 你早好了 我大概能想象到阿子内心受到的冲击 可还不及笑 就听见九王急促尖锐的声音 李子怡 不明情况的 我也掉起一颗心跟着换 阿子 阿子中了一箭 那箭本是冲着九王后背而来 却从阿子前胸贯穿 离心脏不过堪堪三寸 我躺了满脸满脖子的泪 扯着阿子的衣角 嚎啕到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早知道 无论阿子面上如何冷硬 心里始终软得像豆腐渣渣 如果他不在了 如果他不在了 九王抱着阿子 通声刻意压着的煞气 与那双红眼睛反衬得他更像玉面炎螺 他对赶来的九王府的侍卫说 全杀了吧 是九王府的人不查才给了六王可乘之机 虽然我也觉得他们连同那伙贼人都该死 但现在绝对不是最佳时机 谢燃随后出声 赵义 九王侯姐滚了下 合了合眼中式改口 先关起来 阿子在九王府昏迷了多日 许是九王的样子太吓人 谢燃抿了抿唇 并没有同他争 我跟着搬进了九王府 每日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守在阿子床边握着他的手 祈祷他快些好起来 上京医术精湛的大夫 我听过名字的 没听过名字的 全被请进了九王府 他们诚惶诚恐 没一个赶在嘴上把阿子的伤势断食 阿子的命 全靠每日灌进去的那几口汤药吊着 九王的下颌越崩越紧 他不是时时都在 文言朝中变天 九王爷铁血手腕 兄长遭难 牵连出一脉屠戮祸事来 六王落败 寒起死了 我该是开心的 可实在开心不起来 看着病榻上的阿子 谁开心得起来呢 九王在下朝归府的时候 会恢复那副带一点点疏离的轻重模样 茅场上落的雪茬还未浮净 进了屋子 却会立在远一些的地方 他说不想过了寒气给阿子 他还说 真真 我好怕是我的自作聪明 害死了他 我知道不该怪他 这不过是他自责的说辞 但如果阿子死了 我怕我会对所有人发恨到活不下去 一连几天 风雪终于放晴那日 阿子醒了 真真 我在的 阿子 我的眼里涌出泪来 抹扎着阿子的手 声音止不住地发颤 我看到阿子的嘴唇干村 又抹一把泪 你等着 阿子 我去帮你拿水喝 阿子的声音低哑 我以为我死掉了 真真 我一直在想 在这个世界死掉会怎么样 却一直没有胆量尝试 原来就是一片虚无啊 如果我回不去我原来的世界 阿子哽咽 眼泪从眼尾斜斜地躺下来 那该怎么办啊 阿子说 想见宋安宁 九王说 好 等你好一些了 我陪你们一起去 九王自阿子醒后 就好似变了一个人 他会怯生生说 对不起 被阿子一个枕头丢过去 砸到身上再捡起来 也会不管不顾 粘在阿子身边 他原本不是这样性情的人 我知道的 但阿子冷着脸不理他 他就连扯着袖子 撒娇这种事也可以做出来 惹得阿子红着脸骂过去 好了 我原谅你了 别缠着我了吧 九王爷 九王嘻嘻笑 好像又变回了那个九岁的小傻子 可我后来问九王时 他垂了眸 我很怕失去他 很怕 非常怕 私下与阿子交谈时 他却是摇头 我实在是不想掺和进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里了 宋安宁在大牢里 他还席坐着 求一枷锁 见到阿子还有闲情 扬个笑脸说 嗨 阿子问他 为什么 我欠了一个人恩情 想还他 却不想把你扯了进来 道歉 你口中的那个公子就是六王 阿子问他 值得吗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 李子怡 宋安宁说 不过我不后悔就是了 宋安宁看向楼门口的九王 对阿子说 你能不能离我近一些 我有些话想说给你 阿子说好 他跟九王说 不用跟进来 李子怡 九王唤了他一生 你当心些 他们没避讳我 李子怡 宋安宁说 我知道一直都想回去 你去林念寺找红院大师 他有法子的 我心一揪 不知道他说的回去 究竟指的是什么 你知道办法 为什么不回去 阿子反问 宋安宁笑了 我们不一样 李子怡 但你相信我 是真的 这次我不骗你 阿子缓缓站起身 他朝门外走 没回头 然后对九王说 放了他吧 九王说好 谢谢你 宋安宁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对不起 我跟着阿子走了半程 又突然折回去 宋安宁已经撞死在狱中了 我定定正了片刻 再度小跑回阿子身边 一颗心几乎要蹦出来 怎么了 阿子问我 又跑回去做什么 没什么 想起他那日买的雪花酥很好吃 想问问是哪家铺子做的 那个呀 那还是他之前在网上学的 这里买不到吧 我嗡了声 随着阿子继续走 没再说话 阿子瞒着九王去了灵念寺 一路通畅 阿子对宏愿大师合手 大师 我想回家 大师面容清觉 目光迥然 微念求然 心诚则灵 求大师指点迷津 来路不明归途难辨 大物迷茫 涉水显拔 施主可真愿放弃前路西光 回头无望 阿子睫毛微颤 我愿意的 大师辩言 庚子润二 月末积逢 虚时一刻 可待日月共轨 八星同连 即归矣 大师的意思是说 今年润二月 两个二月的最后一天 都可以回去 大师微汗手 那是每年特定的日子 都可以来回 还是 阿子的眼睛里 似乎生出了些新的期待 天机不定 孔石仔可在戴尔 下一次时空穿梭的机会 要等上十年 阿子眉头猝起 咬着下唇思索了一下 又问了另一个问题 请问大师要从哪里回去 怎么回去 自来触规 信物通灵 玉石作隐 玉石 大师是说 我来的时候 手里抓着的那名玉佩 施主自行揣夺 多谢大师 阿子和掌轻身 大师师礼回身 口中念念 为言舍得二字 阿子雷厉风行 回去就同九王辞行 九王从暗机后抬起头来 你的伤才好 再养伤一成在 我好了 阿子捋起一截袖子 攥着拳头弯曲手肘 似要给九王展示自己身体强壮 你看吧 我黎子怡身体素质一向杠杠的 这点小伤 怎么能奈何了 我嗨嗨嗨 阿子 我换他 太不雅了 阿子朝我摆手 表示无事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真的不是身体不好 他调整精神 虽然上面整段垮掉 但是九王 你相信我 我真的好了 便是好了 也在待一些日子 九王眸心闪起 微微亮光 低声问道 可以吗 阿子缓慢又坚定地摇头 不要 非走不可吗 九王看向阿子 然后我看着他眼里的光 一点点消解掉 上眼瞼连着长睫毛 一起垂下去 唇边却浮起一抹 惨然的笑来 你既已定了主意 我自然是拦不住你的 九王又抬起眼睛来 你还回之前的地方吗 过几日 我去九四看你好不好 阿子愣了下 点点头 好呀 随时欢迎 我又单独去向九王告了一次别 我说我不做他的小奸细了 他也不用再给我银子了 九王还维持着我们走的时候的姿势 人没有动 眼眶却红了一圈 九王说 真真 我是不是再也抓不住他了 我想了很多很久 还是没有把和阿子去过寺庙的事情 告诉九王 我问阿子 为什么一定要搬离九王府 阿子捂上心口的位置 声音低得像叹息 我也怕的 阿子的九四 又红红火火地开了起来 阿子说 让我再享受几天老板娘的生活 回去以后就又要给甲方爸爸当儿子了 我支着下巴 安安静静听他眉飞色舞的讲话 然后同他说 阿子 我不懂 你不懂 你当然不懂 小孩子就该坐在童话屋里 听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 哪能年纪轻轻理解 被社会毒打的滋味 我轻轻问他 既然那么不好 为什么要回去呢 阿子还来不及回答我 就被从外面进来的 某位讨人贤公子打断了 李子怡 小爷来看你了 谢然捧着个香金欠宝的盒子 就走了进来 庆祝小脸财婆 身体康复 谢谢 阿子打开盒子看了下 都是价值不菲的首饰珠宝 可是我不需要了 谢然大掌探上阿子的额头 你怎么了 怎么生肠病 还清心寡欲起来了 阿子伸手别开他 是啊 清心寡欲了 我现在只想回家 回家 谢然愣了下又笑起来 回家好啊 我实眼色叫他别煽风点火 可他全没领会我的意思 倒是颇为阿子的决定感到欣喜 既然如此 阿子招手示意谢然低一下身子 点脚付到他耳边说 帮我个忙吧 谢公子 谢然揪着一个客人的领子 把他打了一顿 做什么敢偷小爷箱子里的宝贝 啊 您搞错了吧 这分明没有的事 还敢狡辩 我背着一个小包袱 和阿子从小门跑出来 店里现在是鸡飞狗跳 一片狼藉 谢然与客人拉扯 掀了几张桌子 养了几坛沉酿 惹得附近的街坊商户 全跑来挤在门口看热闹 然后我们就趁机跑了 我问阿子为什么 阿子说 现在是什么季节 啊 我一时不知道阿子想说什么 差点接不上话 冬天啊 那就奇怪了 大冬天的 你说为什么店里面暖和的 挨着火炉的地方大片空着 挨着门口的那张桌子 这几日却从不断人 不会喝酒 身板做得倍儿直 两个人面对面拿着酒杯 活像艳耀 阿子的声音从牙缝里冷冷地钻出来 不向来消费 倒向来监视的 监视 啊 为什么 我心里快速想过酒王的面容 我不确定是谁 也不知道为什么 阿子低眉 我只知道防患未然 我不想回家路上出任何岔子了 阿子带我去了尚书府 真奇怪 门口的侍卫看见我们有点激动 府里各处通报传了一通 不多时有两个锦衣华服的人 前促后拥地赶出来 上来就骂撒着阿子的头脸 而啊天啊地哭了起来 锦衣 我的好女儿 你怎么才回来 尚书夫人哭得尤为厉害 手帕子都由旁人递换了三张 呼一瞥眼 看见了立在阿子身后的我 吓得差点扬掉手里的第四张帕子 她哆哆嗦嗦用手指我 问阿子 你 你生的 尚书大人搂住自家夫人 锦衣才走了几个月 你看这孩子都多大了 你呀 准是太高兴 高兴到昏头了 可不是 真是糊涂了 尚书夫人一拍脑门 快快 都进来 尚书千金李锦衣的闺房 雅致精美 我的阿子李子怡正忙着翻箱倒柜 原来有故事的人不止我一个 阿子 阿子正翻她的首饰匣子 文言恩一声 头也不抬 只问我怎么了 怎么了 这种情况难道不需要一个解释吗 阿子读懂了我的疑惑 我确实就是这府里的小姐 只不过偷跑出去了一段时间 不存在冒名顶替什么的 她和尚匣子小生都呢 怎么不在啊 为什么 我追问 放着这样的锦绣富贵不祥 非要出去过灰头土脸的日子 我不喜欢别人伺候阿子说 而且他们带我太好了 我担不起 李尚书和尚书夫人确实带人极好 在饭桌上 尚书夫人热情洋溢的给阿子夹菜 还顺带给我烧了一筷子 他们夫妻俩一唱一和 又是问阿子过得好不好 又是念叨着阿子瘦了许多 你这孩子自小身子就弱 还这样乱跑 可怎么行 传出去外人怎么说都无畏 真出什么事让我们怎么办 我看了鼻头一酸 险些要落下来来 我的爹娘要是活着 也是要把我搂在怀里心疼一个果的 李尚书用胳膊肘撞一下尚书夫人 尚书夫人偏眼注意到我 下一刻温暖的手掌附上我的 娃娃这样小 肯定也吃了不少苦吧 暖衣顺着传进我掌心 既是锦鱼带回来的 以后我们和府就到二小姐带你 要是有天我不在了 也让他留在这里好好待他可以吗 一直不作声的阿子发问 你这孩子又说什么傻话 什么在不在的 我们锦鱼是菩萨保佑 定会活得长长久久的 尚书夫人气急 又拿出了帕子抹眼泪 对不起 娘 我错了 我只是希望日后不论如何 都可以带真真好一点 阿子沉默半上 傅又抬起头发问 我那枚玉佩 银白的玛瑙料子 叼着采风双飞的那枚 娘知道去哪里了吗 玉佩 尚书夫人停住是累的动作 你打小最宝贝的那枚 作为定亲信物 送到侯府了呀 平阳侯府的小侯爷 当今圣上最宝贝的大侄子 其母亲是身受皇帝倚重的鲁园长公主 父亲是为人乐道称赞的 宣平侯兼长盛将军 长言京城望族 多出于王歇二姓 而这位喊着金汤池出生的 谢怀玉谢小侯爷 则是最为人称道 被誉为人中龙凤的一位世家子 用俗话说 阿子是调到了金龟婿 但阿子一脸不为所动 真是奇怪 他放着好好的上述千金 和侯门夫人不坐 却是热衷于白衣起家 坑蒙拐骗四处脸前 当然 阿子现在仿佛一夜看开 连脸才也记不起他的兴趣了 我还是想 一切首先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 阿子仿佛是在解释 又或者只是在自言自语 如果只能生活在这里 自然还是无拘无束的平民百姓生活 更适合我 我之前说担不起尚书夫妇的好意 也做不到听之认知 嫁给一个素未蒙面之人 我做不成他们的乖女儿 自然觉得他们的感情是负担 若是顺理应当接受了太多好处 日后有人 以他们夫妻的身家性命等等 劝我成婚 我也怕我做不到拍拍屁股 一走了之 所以我很自私地走掉了 在对他们没有产生深厚感情之前 阿子如是说 我也觉得很对不住他们 也会时常觉得矛盾的同时 承受内心的谴责 阿子扯了个自嘲似的笑 但我还是最爱自己吧 甚至我现在回来 也只是更自私地 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对不起珍珍 阿子说 你阿子我 真的是个很不好很不好的人 按理说未婚女子 是不该提前私下与夫君见面的 但是尚书夫妇好不容易盼得独女回来 便是献客听了她说想摘星星 也是要请神功巧匠修一架天梯 助她完成夙愿的 所以我们现在出现在了平阳侯府 这是小侯爷的篤底 席绝后圣上亲赐的府宅 得了通传 阿子一往无前 直接走出了虎虎声威的气势 带走到内厅 却是先见到了一旁 坐着品名的九王 阿子呆了 我傻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段孽缘 她为什么会在这呀 带另一位锦衣束发的 公子回转过身来 我觉得我眼前开始冒星星了 惊喜无处不在 谢怀玉 谢燃 我已经不想在这待了 很想不道德地丢下阿子开溜 但是九王已经发作了 她疼得从椅子上站起来 怎么是你 谢燃倒是笑容洋溢 李子怡 锦衣小姐 幸会这世道 人披两张皮 阿子也吃惊 你是谢怀玉 在下正是 你骗我 锦衣小姐 不是告诉在下 自己叫李子怡在先吗 我那是你早就知道我是谁 合着这么多天你就耍我玩呢 阿子扶脑袋 现在但凡有把刀在我手上 我不是砍死你 就是砍死我自己 别这样 好子怡 我们还是和气一点 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九王也为混乱局面 添砖加瓦 他问阿子 你从九四逃跑 就为了回来同他成亲 我九四的人是你派的 我想死 我非常尴尬 我想变成厅里那根横梁 或者立柱 好了 阿子打住所有谈话 我今日来 不是和你们扯皮的 既然你是那小侯爷 就一切好说了 阿子对谢怀玉说 给我玉佩 解除婚约 我们从此一别两宽 各自欢喜 谢怀玉笑着摇摇头 我不 婚事绝不可能解除 一是这是我们自小定的 二是 我又请陛下令下了一道玉址 三是 我不愿意 至于玉佩什么的 带你成了平阳侯府的女主人 这府里的一切 连人待物 自然全是你的 阿子再次服了 你死都不肯解除婚约 死都不肯 只要我嫁过来 就一切都是我的 一切都是 那我嫁 九王仰手 摔了手中的杯子 九王是装的 现然是假的 阿子以着栏杆栏栏 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夜风吹得他头发有些乱 他回过脸来 真真 我在这个世界最信任的人 也只有你了 我咽了咽口水 把自己的身世 重新吞进肚子 那一刻 我脑中有浓墨 铺开的愧疚两个字 我想问阿子 他之前跟我说过的 婚姻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 自定契约 愿意为对方牺牲 情到农时 使之不渝 致死方休 这番话 还作数吗 他对谢怀孕 真的有到了 他口中爱情的地步吗 虽然没有 真真 但这是特殊情况 阿子说 你以后千万不要 随便找人嫁出去 我不想随便嫁出去 我也不想 阿子随便嫁出去 阿子的悲伤情绪 没有持续特别长时间 虽然那天最后 大家闹得不花而散 但隔了几日 谢怀孕就巴巴地找来 他不能随意进来 还有母有样下的张拜帖 邀阿子陪他去花灯会 是的 还有我 婚期定在三月 聘书已经送到你们府上去了 谢怀孕笑嘻嘻 聘礼想要什么 古丸真气 玉石珠宝 地气填产 除了我已经列在单子上的 凡是你开口 便是揽月捉鳖我也给你寻来 我 阿子一开口 便被人撞了一下 我的钱袋子没了 愣着干什么 阿子拍一下谢怀孕 追呀 谢怀孕不多时回来 那小贼找不到了 他洋洋手中的油果纸 不过我给你带了上十方的酥饼 可惜了 阿子撇撇嘴 算了 反正也是身外之物 若是真抓到了那小贼 你想怎么处理 谢怀孕也递给我一块糕点 那自然是扭送见官 可是 若他是生活贫苦 迫不得已呢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阿子口中塞着点心 含糊不清地说道 生活困苦的 岂止他一个 好手好脚 不谋上尽 还有了理由 要是人人都比困难 但坏事全找托辞 那不如大家比惨好了 好歹也是法治社会 世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不是 阿子拍拍手 这点心好吃是好吃 就是太甜了 谢怀孕喝了和那油果纸 没说话 谢怀孕和阿子的婚事成不了了 皇帝驾崩 国桑三年 九王当了皇帝 更是可以一笔抹了这桩婚事 不行 阿子说 还有几天就是月底了 我一定要拿到玉佩 我们又去了平阳后府 这次遇见的是谢怀孕的母亲 鲁元长公主 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当时阿子 借着杨九王挣钱的时候 谢怀孕会问一句 那长公主该怎么看你 婆媳关系 自古难题 谢怀孕是深谋远虑 唯恐长公主对阿子印象不好 线下长公主在堂上坐着 确实看着 不太好相处 怀孕不在 她抿一抿茶盖 你有什么事情 可以直接和我说 她既不在 我就改日再来 阿子胡乱行一个礼 告辞了 长公主 我也跟在身后玉走 站住 长公主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不遵礼数 胆大妄为 绝不是上书千金的做派 她瞥我一眼 连身旁的小丫头都做得比你好 就在我以为她要借题发挥 数落阿子时 她话风一转 李锦玉 你可是 非我朝人 阿子也站住身 长公主在说什么 长公主面色不愤 自你落水 京城中人便说 上书府的小姐 突转了性子 而自怀孕提起 我便让人偷偷观察你 发现你何止是转了性子 分明是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样的骑士 任天下也见不到几庄 但偏偏我见过 长公主说 我有一顾人 也是这般突转性子 形式做派于你一般无二 还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而来 那 阿子急促 长公主顾人 现在怎么样了 哼 长公主冷笑一声 她走了 你们那的人不都是这般薄情寡性 只爱自己吗 阿子默默 一时没了言语 倒是长公主接着说道 不论是哪里人 既无意便不要撩拨 这番道理也该懂得 不要哄得个个为你牵肠挂肚 你们脸够了好处便一走了之 将旁人心意 是做草芥粪土 全部放在心上 我们不是你们的踏脚石 和该被你们用完极弃 要而变得女人伤得多声 我全看在眼里 如今要轮到你来 祸害我儿子 我不是 阿子亮枪后退了两步 我没有 她组织了好一会语言 我已经努力回避了 我不想跟任何人产生情感纠葛 阿子抱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事情还会一团糟 我心意痛 小声唤她 阿子 既真心不想产生情感纠葛 就早日离开 婚事作罢 长公主说 怀孕心念念十几年的人不是你 她想娶的人不是你 纵使你披了一张皮也不是 离她远一点 长公主 阿子红着眼睛看她 我只想要回我的玉佩 把我的玉佩给我 我保证不再纠缠谢怀玉 甚好 长公主说 你的玉佩我会给你 你想做什么我也会助你 你只消离我儿子远远的 一切要求我都会满足你 玉佩是谢怀玉亲自送来的 李锦玉 她摸着那块玉佩 这玉佩是我小时候给你的 你还记得吗 阿子摇头 对不起 我不是她 谢怀玉哑然失笑 对呀 你是李子怡 不是李锦玉 我本来都知道了 却非要母亲耳提面命点醒我 才真的死心 那么 谢怀玉问 你知道真的李锦玉去哪里了吗 道歉 阿子再度摇头 我不知道 我本就是异世之人 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也不知道这副身子 原本的主人身在何处 阿子说 在这件事情上 我没想过要骗你 我知道 谢怀玉垂了眼眸 是我在一直自欺欺人 觉得锦玉转了性子 也还是锦玉 她把玉佩递给阿子 我们的婚事不能成了 许诺给你的风光聘离 也做不得数了 真可惜 阿子接了那玉佩 手指轻轻碾上面的流苏百坠 谢谢你 谢怀玉 谢怀玉神色本也见几分落寞 待我在看时 已扬了个笑 能不能别弄得这么伤感阿薇 只是不能成亲了而已 还是可以做好朋友的对不对 她扶住阿子的肩膀 阿子反朝她肩头雷了一拳 然后又抱住她 谢谢你 谢怀玉 真的很谢谢你 阿子抹了抹眼下挂着的泪 我对你总是态度不好 总是对你大呼小叫 还动不动就伸手打人 哎 谢怀玉 阿子说 我会一直把你当朋友的 也会一直记着你 我想我是没有什么法子 拦住阿子了 我去找了宏愿大师 问他有没有能穿梭意识的法子 大师说很巧 前些日子也有一个人这样问过他 但是大师也说 这种事情靠机缘 全赖造化 赖造化 那是我浮浅原薄 求之不得 我揪着心口忧心 那个日子临近 很奇怪 我既不想阿子离开我的生活 又有那么一点矛盾的希望 他能得偿所愿 所以直到挨到那天 我也什么都没有做 我最多也只是在 该睡觉的时候 跑到阿子床上 就让阿子问他 阿子 真的要抛下我们所有人吗 阿子摸我的脑袋摸了半天 最后只说出一句 真真 李锦玉有李锦玉的生活 李子怡也有李子怡的生活 真到了大师说的那一天 二月的最后一天 阿子带我出府 临行前很体贴地 分别报了李尚书和尚书夫人 阿子本不要我去的 是我硬求着 带到了湖畔 我才知道 他为什么不要我跟着 他几乎是毫不迟疑便投了湖 害得我连呼救都忘记 这是重生还是自杀 为什么要用这么惨烈的方式 往所有人心上蔓一道疤 一道身影很快追了下去 水面只是出示 激起很大的扑通一声的水花 而后便是层层涟漪 再而后便是尽无一物 我站在那白玉柱子旁 只觉得世界都安静 手指无意识 把本舅光秃秃的指尖扣得生疼 阿子啊 水面突然冻了起来 一群人急着下去捞 我也被换回魂魄式地站在岸边 心里生出一个火花的期待 九王挟着阿子游过来 不对 他已经是皇帝了 是皇帝带着阿子游过来 阿子浑身湿透了 被呛得只管大口大口的咳嗽喘气 他的头发气气贴在脸上 身上的衣服被风一吹 也激了一身寒劲 皇帝赵义让人拿了外衣 披到阿子身上 全然忘了自己 也是个全身上下湿透了的人 阿子 我握住阿子的手 好凉 真的好凉 直接凉到人的骨子里 生出一股绝望来 阿子哆哆嗦嗦 为什么 我回不去 他脸上不知是泪水还是湖水 湿泥一片 阿子郁郁寡欢 每日最常做的事 就是拿着玉佩发呆 阿子去找大师 哪个环节错了 为什么回不去 大师说 是施主错了 我只是想回我的世界 阿子扶在桌子上哭 我只是想回我的世界 阿子回不去 也没有心情干别的事情 我死拽着他出来散心 不欺然就遇上了赵义 阿子扭身就走 不要躲我好吗 赵义拦住他的去路 不要躲我 可我没有什么话 想同你说 阿子唇色发白 不知是动的 还是身体不好的缘故 可我有话想同你说 赵义说 我有许多许多话 想同你说 我们去了摘星楼 在这里 福可见人流穿行 灯火万家 阳可见明月佼佼 星河璀璨 你知道我为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 宁愿装傻 也要留在你身边 寒风拥着赵义领子上的毛边 都抖动起来 你和我母妃很像 也许因为 你们是同一个地方的人 而她在我九岁的时候 抛弃了我 那还真是不该 太残忍了 阿子摸着我从府里 带出来的小手炉静默 她既然打定了主意回去 就不该留下这样深重的 羁绊念想才对 就像你对我一样是吗 赵义眼尾泛红 笑里透着一股子绝望 李子怡 你有没有心啊 赵义一把抱住阿子 让阿子的头贴在自己心口 你听到没有啊 她这次没有疼 她在跳 李子怡你告诉我 你就一点心动也没有吗 你就一点留恋也没有吗 难道所有的情感 都是我一个人在自说自话 我有的 阿子甩开赵义的手 但是那不够 阿子说 没有到那个程度 什么 赵义伸出手 想离阿子更近些 但阿子向后退开了 我对你的感情 没有到那个程度 没有到让我能够 放下父母亲情 割舍掉我在现代社会的 一切的程度 我是义士之人 赵义 我是先做了20年的李子怡 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在我的思想里 李子怡始终优先于李锦玉 我拼了命地想回去 因为有人在那边 倒有同样期待你明白吗 而且我的思想 我的生活习惯 全都处于21世纪 我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电的生活 没有手机 没有汽车 所有一切全都不方便 哪怕我锦衣玉食 生活条件够好了 这种因为处于 上位者带来的快乐 也不是我想要的 阿子置地有生 我想要人人平等 我想要男女无差 我不想要有奴仆 不喜欢人们 安前马后的伺候 不想开个店 还要被前后包去 几层睡皮 阿子说 我知道的 我能过得好 只是因为 我是尚书府的小姐 也因为我跟你们关系好 你们都是皇权制度的受益者 是万分之一的塔坚享乐者 我不过是沾了光 但这和我想要的不一样 我想要的 是每天打起精神上班 是吐槽 自己头发掉光了 也能杯一杯奶茶抚慰的快乐 是周末去爸妈家蹭饭 是拉着闺蜜朋友捂黑 是摊在沙发上 看剧追踪役 待到凌晨 虽然咸鱼 也很快乐的快乐 我想要的 在这里得不到 赵毅 哪怕我没办法了 我只能留在这个世界 阿子说 我脑袋不好使 我觉得每天勾心斗脚太累了 我觉得行李尊规太累了 我觉得生命垂微太累了 我特别没有自信 你知道吗 赵毅 你现在说喜欢我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我不敢想 你会几十年如一日地喜欢我 我知道自己不够好 你们这里尊崇的 所有女子该有的美好品质 我全都没有 也不想有 你现在喜欢 不过是贪意识新奇 你会厌烦的 你会逐渐失望的 而以你的身份 如果我真的爱上你了 把全部身家系在你身上了 一旦你开始嫌弃我 我就会一无所有 我不想诚惶诚恐地过日子 也做不到和别的女人分享自己的夫君 阿子说 就算留在这个世界 我也绝不如功能半步 就等于是亲口斩断了和赵毅的情缘 好 好 赵毅几乎是咬着牙说话 你话说得够通透 也够决绝 何该我一个人做傻子 何该我一个人死用了情又求不得 赵毅拂袖而去 阿子缓缓蹲下 缩成一团 阿子 阿子半张脸埋在袖子里 声音支离破碎 但我听出来了 我也会有心动的感觉 真真 我也舍不得 但我没有办法 没得到阿子消除心动的办法 得来了另一个办法 回家的办法 赵毅拥着夜色 声音沙哑的不似从前 真真 他换我 他还有一次机会 对吧 我一惊 你都知道 赵毅并没遮掩 你们去灵念寺的时候 我派人跟着了 所以你就派人在九四守着 只为怕阿子跑掉 嗯 赵毅应一声 自嘲是笑笑 可还是跑掉了 不过 我在平阳后府 见到他时 才知道那枚玉佩指什么 我心里突然涌起 一股不好的念头 那玉佩 一块银白雾时 静静躺在他的手心 我换掉了 所以他回不去 可是现在 真真 他把那枚玉佩 推到我手上 你帮我给他吧 我觉得手中的东西 烫得吓人 赵毅攥着我手掌 拿给他 好 我硬下 你不要再见见他吗 赵毅垂了眸 不见了 他大约也不想见到我 我想告诉他不是的 阿子也动了心 只是一样又不一样 他不敢 是不敢 不是不想 可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想起大师的一句话 全赖造化 我握着那枚玉佩往回走 那样硬那样的人 是不是我此时砸了这玉佩 阿子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忽然又想起阿子说的一句话来 真真 我在这个世界最信任的人也只有你了 阿子 玉佩 我把那玉佩递给他 没有人知道 我心里过了几百转心思 我有无数次机会 可以用歹毒的法子 把他毁掉 但我忍住了 赵毅送过来的 之前的被他调换了 阿子拿着玉佩 不似想象中的那般欣喜 谢谢你 珍珍 也谢谢他 阿子拿着玉佩 在润二月的最后一天 再度投了胡 这次在被赵毅救起来的时候 阿子不是完完本本的阿子了 阿子成了痴儿 形同八九孩童 谢怀玉和赵毅打了一架 没能抢得过他 只我一人坐在街上呆呆地想 果然离别早有预警 那屈窍里的三魂六魄 怕是已经跟着阿子 回了他口中的理想国度 我突然很想跟着阿子 一起死一次 投入水的那刻 还听得有人晃我 珍珍 宋安宁番外 老宝说 你是院里唯一的赔钱货 我说我知道 我刚穿过来时 被秦五爷骑在身子底下 然后我想也没想 就拔出簪子 把他刺死了 事情闹得有些大 老宝拉着我要见官 我衣衫不整 带着半身的血 被翠春楼的打手 拉在地上扯 吓到了一众恩客 然后这个时候 六王爷出现了 他蹲下来 拨开我脸上腹的头发 第一次接客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带着班职的手 摸上我的下颌 这女子有趣 本王要了 老宝成惶成恐 忙硬了 你叫什么 他问我 他等了片刻 见我没张口的意思 解开自己披着的 墨色大肠盖在我身上 养好你的命 等着本王再来见你 我看着他背影 咬了咬牙还是张口 宋安宁 他身形一顿 我又说了一遍 我叫宋安宁 他声音朗润 带着笑意 本王记住了 我是21世纪人士 无父无母 无牵无挂 自幼在福利院生活 长大后 靠着还算可以的脸蛋 牵进了个180线小女团 因不怨钱规则 被大老板一巴掌 磕在桌脚上穿越过来 穿来的第一天 就遇到六王 有六王坐宝 老宝自是不敢动我 他也只敢按理数咯 我赔钱货 然后我跟他说我知道了 吓得他一哆嗦 他怕我跟六王嚼舌根呢 我和六王第二次见面 是在我的屋子里 院里姑娘们住的屋子 都是以花命名的 我的就叫傅雀居 屋里暖炉烧得旺 暗箱鸟鸟 熏得人面上发热 六王进屋脱了外衣 坐在凳上 安宁 他换我 指两个字 叫得我心头发颤 我坐在离他稍远的地方 六王有何贵干 来看你 他坐一刻 自己沏了茶 又坐一刻 引进了茶 朝我走近 越走越近 然后居然贴上我的颈 你做什么 我胡乱伸手隔开他 你不愿意 他似是意外 你既不甘愿 就告诉老宝 下次不要在屋里 燃着催情香 这次是我红着脸 樱好 他常来看我 教我习字 为我撑腰 他念起诗文的嗓音 低沉温润 教我抓笔杆的手掌 宽厚暖和 说来可笑 但这真的是 我有限人生里 所得不多的温暖 我自小遭人嫌弃 进孤儿院的时候 其实书审姑舅还在世 只是没人肯要我 上学的时候 因长相尚渴 穿着穷酸 遭受校园暴力 和老师倾诉的时候 还险些被他猥亵 成绩不好 没上大学 早早出来混社会 加了个八百线的女团 也要每天勾心斗角 捡别人吃剩下的饼渣渣 人情冷暖 我见得多了 可放到这个时代背景下 这个人命卑贱如草芥的时代下 一点点好似乎能被无限放大 转环成了执念 我生日那天 他来了 不请再来 他乘风雪而来 为我带了生日贺礼 没花什么心思的小东西 金玉铺子的高价货 我收了随手一放 拉着他陪我吹插在馒头上的蜡烛 我说 这是我家乡的习俗 他也称好 一同陪我 只是不如我兴趣盎然 他还同我跟老宝要一席佳肴 同一碗长寿面 然后看我家筷子 他问我 本王把你赎买出去 做外事如何 我心凉了半截 饶挑着梅寒笑问他 外事 若是正头娘子 我便立时硬了 他笑 是本王说笑了 那一刻我知道我才是说笑了 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见他 我洗琵琶 洗小曲歌调 一一压压地唱起来 连老宝听了目光都要揉上几分 我倒是不觉得烦 先前练武时也是 都是一个动作重复来重复去 说白了也差不多 我学成那日六王来了 他辅长赞我 妙极 我也知道 不过是利用 他本来是想把我敬献给皇帝的 以歌姬的身份 结果皇帝缠绵病榻 无力换爱 所以不如让我赔了高官贵胄 给他换情报 至于做他的女人 他一时就提过 是我先拒绝的 大约美貌而下贱的女人 在古代就这两种作用吧 自己用 或者给别人用 好在他还没舍得我 争取陪那些官员睡觉 又或者是 他也能理解这种得不到的珍贵 我成了翠春楼排的上号的雅记 卖艺不卖身的那种 同时我也知道 不止我一个人为六王做事 我初次见他 他也不过是在物色罢了 倒成了我的心魔 他总说我 是他的节语花 他也说过 安宁 只有在你这里 本王才能得片刻安宁 我还是帮整在我腿上的他 揉压太阳穴 我觉得 这里比现代好 真的 这样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日子 哪是那种处处看人颜色 贫苦受累的社畜生活比得上的 比起既来之 则安之 自甘堕落这个词 更适合我 我在日日迷醉的生活里 收获快乐 我不断劝化自己 这样很好 之前可求的 诸如人气 诸如追捧 全在此刻得偿 直到被某位恩客的巴掌 扇回现实 他把我压在身下 这次没人来救我 等我再见到六王时 他眼里多了沉痛的意味 只是不知道 是单为了我这个人 还是为我这个人折了架 六王来看我 他同我说 带我跟老宝告了架 允我多些些时日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愿意带我走吗 没有回应 花魁大赏 不过是老宝 为了炒高我们身价 使的手段 有运气好的 也能给人赎了去 不过太少人 愿意为一个 玩物出高价就是了 他没有来 我也不想让别人赎走 索性自暴自弃 唱了一首 以古代人审美 绝对不会理解的歌 当初还是我们老板 为了蹭热点 硬让我们学的 没想到 遇上了李子怡 我们抱头痛哭 我是演戏 她是真心 她和我不一样 同时穿越到古代 她没怎么吃过苦 心里有一盏小太阳 她眼眸亮晶晶 说遇到我真是幸运 几乎不设防地对我好 本来老宝是不放手的 说我暗示她 这是六王的意思 至于六王知道后悔如何 我不作想 大不了把我抓回去就是 我以为我能抛开六王 直到我在李子怡屋里 见到九王 那一刻我脑子里 铺天盖地想到的 全都是六王 我知道她为王储之争心烦 也知道九王这个素有才能的弟弟 是她多恨不得铲除的眼中钉 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救了 只是我没想到 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是我先去找她 她把阵毒塞到我手里 她说 安宁 本王知道 你一定会做好的 我说 要是我做不好呢 我没下成毒 她没死 出了各种变数 我说 那到时候 我就摔杯为号 乱剑齐发 把我们全都射死在里面好不好 她说 不 本王不会 屋里暖炉生得很足 那包放在袖子里的药 都带了温度 但是最后一刻 还是被我替换掉 换成了自己买来的蒙汉药 只把九王交出去就好 所有人都是无辜的 我这样安慰自己 然后我就等到了乱剑齐发的那一刻 我想若不是谢燃死死拉着我 我是想站在剑雨中心的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撕心裂肺的紫衣 那一刻我知道了我们的区别 所有人都爱她 她也值得所有人爱 六王败了 我知道 猜到了 我拖了许多天 也只是等李子夷过来 我想亲眼看到她好好的 想对她说一句对不起 也想告诉她回去的方法 那法子 是我听客人闲聊时说的 他们提起九王的生母 是受了哪位高僧的指点 得尝夕愿 一走了之 只是我从来没想着去试过 我这样一个无牵无挂的烂人 罢了 只是九王 我不知道这世上会不会又多一个伤心人 李子夷问我值不值得的时候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无数遍了 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不会放下 学不会 谢怀玉翻外 谢怀玉第一次见到李锦玉 是在八岁那年 她随母亲去尚书夫人传的茶会上吃席 坐不住 一路溜去了人家的后园子里 李尚书家的宝贝千金正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 谢怀玉不明所以 捏手捏脚走过去 爱在旁边陪她一起看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头绪来 头上太阳白花花 晃得她头晕 她蹲不住了 揉了揉发麻的腿就要起来 这有什么好看的 那小丫头朝她一笑 没被她吓到 也没张口斥责她 圣灵街是好看的 她脸庞翘生生 是常年不踏出门户 养出的过分白净 谢怀玉还没来得及 从那抹笑里一开眼睛 下一刻 这尚书千金 就揪着胸口 要从她面前昏过去 糟了 又要挨骂了 这是谢怀玉搂住她时 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 只是 她怀里的小姑娘 软软的 轻轻的 怎么还香香的 这样心悦式的眉毛 长长眷眷的眼睫毛 樱桃式的小嘴巴 好像不是该想这些的时候 谢怀玉拍拍自己的头 把李锦玉 交到闻讯赶来的大人手里 谢怀玉 长公主一张口 谢怀玉就很识趣地跪下去 孩儿错了 不怪小柿子 尚书和尚书夫人打圆场 锦玉自小孱弱 素来身子便不大好 昏厥 哎 也是常事 还要庆幸小柿子在场 搭救及时 谢怀玉免了一顿皮肉之责 心里却总是记挂着 母亲 她问长公主 我能不能再去看一看 那个小妹妹 怎么 长公主逆她一眼 又打什么歪主意 当时谢怀玉父亲还在 上还劝得动她 这位孕中娇妻 孩子想去 就让她去吧 他们年纪相仿 小孩子 多娇个玩伴 也不是坏事 她朝谢怀玉使眼色 谢怀玉看到了 也是嬉皮笑脸 往长公主身边 卖乖讨巧 母亲 就让我去吧 谢怀玉如愿又见到了李锦玉 其实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想见她 见到了又要说什么 只是 心里放不下 总记着有这样一个人 一件事 也许 就是大人们常说的记挂 没理由的记挂 谢怀玉往李锦玉面前挥挥手 又见面了 李锦玉还是朝她笑 她总是这样 话少少的 用笑叶代替 是那种很浅很浅的笑 也许看的时候 不会觉得笑容主人公有多开心 却因为田径自然 可以一点点打动看客的心 比如谢怀玉 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多喜敬的人 却可以陪着她 看好几个时辰的云聚云散 草叶书展 她从府里的门客那里 学来编草样子的方法 一样学给她 把一只展翅的草蝴蝶放到她手心 看她小心合拢手掌 另一只手轻轻俯上去 谢谢 我很喜欢 谢怀玉忽然好开心 好开心 就是 从心肩到胸腔 全都勇满的那种开心 母亲 她第一次 用极其诚恳的态度 求偿公主 让锦玉妹妹嫁给我 好不好 锦玉 谢怀玉慌得有些不敢看她 嗯 李锦玉微微歪头 等她下文 你能不能 就是 那个 谢怀玉扭捏 她有些沮丧 深吸几口气 索性豁出去了 嫁给我好不好 谢怀玉红得像煮熟的虾子 心里的古典咚咚咚 敲响一片 没个消停 却听得一句清清楚楚的 好呀 她书弟扭头看她 你答应了 锦玉小姐没抬头 仍是看自己 指尖的书页 脸确实微微红了 嗯 谢怀玉恨不得在地上翻几个滚 她压抑住心头狂喜 反逼着自己镇静下来 把自己那枚宝贝玉佩取下来 塞到她掌心 锦玉 你看 我们名字里都有个玉 谢怀玉倾咳一声 我知道 母亲他们 肯定会再送来一堆珍宝 但这是我给你的 谢怀玉在说完那句代表我的心意后 恨不得把自己舌头咬下来 自己在说什么呀 为什么要对李锦玉说这种肉麻又奇怪的话呀 玉佩放在滩胎的书页上 李锦玉没直接拿起来 却是朝她笑了 好 再加上一包上十方的酥饼好不好 李锦玉笑盈盈 我爹娘总是管着我 不叫我吃这样甜腻的 我却极喜欢 你下次来看我 带一包酥饼 他们看在你的面子上 也多少要惯着我 有我使些小性子的 她极少开口提什么要求给她 谢怀玉也忙喜应了 谢怀玉还不急为她买酥饼 先迎来了自己的九岁生辰 谢怀玉九岁的那年 发生了太多事 自己满心期待的妹妹没有出事 父亲领兵平乱 死在沙场 消息一路传到京城 长公主死咬着牙 生产了一天一夜 产下了一个死鹰 然后上在入榻上的长公主 摸着她的头 一面流泪 一面轻轻对她说 父亲不在了 谢怀玉愣愣地听着 没做出该有的反应 许多事情走马灯一样 从眼前闪过 许多关于父亲的片段一幕幕 碎掉了 她的世界好像她掉一跤 谢怀玉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还是李锦玉一封封信间递过来 才叫她勉强瞥见 那从破败窗棱透过的一缕光来 然后她见到了九皇子赵义 赵义她识的 赵义的母妃谢怀玉也识的 赵义的母妃是个神奇人物 据传闻她出身民间 却与皇室诸人较好 不晓得用什么手段 拢了皇帝的心去 一跃成了风头无两的公妃 得了多年专宠 甚至还有随意出宫的特权 自然不是能人人得知的特权 但谢怀玉知道 因为她的母亲与赵义的母妃交好 甚至那张贵妃 常领着赵义来长公主府做客 可谢怀玉一直不怎么待见赵义 赵义与她同岁 却比她瘦小一圈 任生 禁不住玩闹 还动不动就抹眼泪哭鼻子 偏偏如果她们闹凶了 除了赵义母妃 其他大人都向着赵义 谢怀玉一直对赵义秉持的都是能躲就躲 躲不过就带她玩一阵的态度 现在常公主直接把她带到府里来长住了 谢怀玉不喜 她母妃呢 常公主沉吟 过了许久才答 走了 死了 常公主又是沉默 算是吧 死便是死 生便是生 什么叫算是 虽如此想 谢怀玉还是一遍遍告诫自己 对赵义拿出好态度来 可赵义不领情 那孩子像哄了眼的狼独 缩在角落让人碰都不肯 常公主温言软语哄了多久 谢怀玉终于忍不住 她冲上去就给了赵义一巴掌 你当你是什么东西 摆出这副模样给谁看 好话不听好言不尽 这世上当你一个人死了娘 赵义死咬住谢怀玉的手臂 甚至拽掉了两颗血淋淋的乳牙 一而怀玉 等着一帮人终于把他们拉扯开 常公主当即给了谢怀玉一巴掌 常公主气得发颤 谢怀玉也是扭身就走 谢怀玉对赵义不愤 母亲不准她去上书府 她便想着法子在学堂欺负赵义 只是别人不经她允许 就欺负赵义也不行 赵义刚开始还会忍 会红着眼睛坐在座位上吸鼻子 后来就会跑去跟常公主告状 很高明的那种告状 揉一揉眼睛 扯几下嘴角 勾起常公主同情心来 以后还不忘回头朝谢怀玉笑 谢怀玉气得要死 不单是为母亲永远偏帮赵义 还为自己学不来那种可怜姿态 她突然很想离锦玉 想很安静地陪在她身边 看她很安静地做事情 他们的婚事 之前被两家大人敲定了 但她却一直没有再见过她 常公主与她约定 你若是能三个月不惹事情 我便许你见一次她 常公主说 但你要知道 锦玉和你都渐渐大了 你总去人家府邸 对女孩子的名声也不好 谢怀玉点头称是 三个月后 她去了尚书府 连门都没有进 李锦玉又害了病 卧病在床 连人都见不得 谢怀玉默默缩回手中的酥饼 她便是递进去了 她怕是也吃不到的 她烦得很 酥饼没吃 索性给了路旁行骑的老人 老人千恩万谢 还塞了个故事给她 故事里 皇帝为张贵妃虚设后宫 真爱非常 甚至宫里自酒皇子过后 再为诞下新生儿 可惜帝王一招酒醉 寻性误事 宠幸了张贵妃身边一位女官 张贵妃怒不可遏 皇帝也是后悔连连 虽然道歉赌咒 百般懊悔 但那女官有了身孕 皇帝与贵妃的感情 也是再不能回到从前了 然后呢 谢怀玉问 没有然后了 老人笑笑 那女官死了 有人借着讨好张贵妃的名义 杀了她 张贵妃手认了那位满兄的妃子 然后被皇帝放走了 她去哪了 去她该去的地方 谢怀玉凝眉 不知为何 这人与自己说这些 又戏关她衣着 虽是脏破 却也能依稀变出 是上好的料子 再看这人说话 拿枪拿掉 很有几分熟悉 像是宫里的人 难不成是被宫里赶出来的 谢怀玉摇摇头 这人怕是没打算活了 谢怀玉不再想与赵毅较劲 她留了一封离别信给李锦玉 随后与三皇旧启程 去了边塞 她想着李锦玉曾经同她说过 如果自己身体底子不那样差 总也想纵情观乱一番祖国的河山风光 那她便替她看一遭吧 总有一天 她能细细讲与她听 谢怀玉在返京城的时候 是十四岁 跟着军队骑在马上 也有胆大的姑娘丢香囊给她 但她有锦玉了 她回到长公主府 看到九王 已经与她一般高 抽条换之一般 长成面如关玉的翩翩君子了 谢怀玉不一样 黑许多 操许多 被长公主抱着妈撒了半天 掩着帕子没落下泪来 她是怪她 如何稚气一般走了许久 如今见了 又是高兴 九王在一旁含笑看着 谢怀玉也看她 不对盘 怎么也不对盘 但也还好 因为长公主 她们总是一条心的 谢怀玉没去上书府 知道避险 先去了寺庙 告导求平安 连着她小姑娘的那份 一起求下来 她出寺庙门口的时候 看到有人在布施 带着面纱的大户人家小姐 她知道是李锦玉 她认不错的 她舍了一只桃花走过去 施主 积德行善 会有福报的 其实她更想说的是一句 别来无恙 李锦玉由于一刻接了那桃枝 小姑娘连指尖都是粉色的 对她微微汗手示意 谢怀玉不知道的是 李锦玉每年都会来这座寺庙 求神祷告 祈祷她平安 也祈祷自己 能够拥有健康 能够拥有长长久久的岁月 与她相守 谢怀玉想过了 等李锦玉16岁那年 她就再去登门求亲 让她的小娘子 欢欢喜喜地嫁给她 长公主没有意义 只是每每与她谈话 提起的多是另一件事 儿子知道 不论什么时候 都要帮扶九王 长公主府永远是九王的后援 九王是比她还亲的亲儿子 她有的时候也弄不清 母亲对那位张贵妃的态度 明明是怨的 可却分明是把对她所有的好处念想 全宜交到了她儿子身上 总还是念的吧 很深的那种 谢怀玉预备过了春节 便去提亲 她已经十八岁了 锦玉也已经过了十五的生辰 上元节的那一天 她一个人去了灯会 买了一包酥饼 她有一种预感 或许她能在这里遇到李锦玉 也说不定 她确实遇到了 谢怀玉制服了一个 抢人银财的窃贼 把东西归还的时候 那主人正是李锦玉 谢怀玉笑了 她把那银带荷包 归还给李锦玉 可惜那包酥饼 方才追人途中 不知被丢到了何处 她还牵着那贼人 见官 放了她吧 李锦玉说 世人总有难处 她还把那钱袋 又给了那贼人 只劝她 下次不要再作恶 谢怀玉不觉自己白忙一场 只是感慨 自己的锦玉 总有一副菩萨心肠 她想和她说说话 但看她搅着帕子的修难模样 又劝自己拔了 来日方长 他们还有许多来日方长 她拱手离行 走一程后 看到爆竹烟花在眼前展开 很美很美 一大朵一大朵 灿烂地闪在夜空 然后又很快地落下去 然后她用耳间 听到了别的声音 不好啦 小姐落水了 她狂奔过去 见到的就是圆根在李锦玉身旁的侍女 急得哭啼 玉佩掉了 小姐心急 一时脚滑落了水 她不假思索地跳进去 把她捞出来 正月的湖水 冰冷彻骨 她怕的是李锦玉挨不住 那身子冰凉凉 只叫得她的心也冰凉凉 她握住她的手 锦玉 锦玉 好在她后来得知了 她在尚书府中好转的消息 只是性情大变 她再怎么变不也还是锦玉吗 她去提亲 一切顺遂的不像话 只是她不肯见她 等她再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已经一切都变了 她从府中出逃 被她在当街逮了个阵阵 她知道那是李锦玉 可是太不像 哪都不像 她的锦玉说话声音细细柔柔 走路规规矩矩的 不会在街上抱人大腿 也不会带着孩子飞奔 但她确实是她 其实很像锦玉想活成的样子 明艳的 活泼的 她之前也很期待 看到锦玉无病无忧的 安乐健康的模样 只是真的见到 总觉得差了些什么 哪里不对劲 她说自己叫李子怡 今年20岁 可她的李锦玉小姑娘 今年才16岁 李子怡从不像锦玉一样 心里压着事情 大大咧咧也没个规矩 她想 或是锦玉 在佛前许的愿 终于灵验 得以抛却诸多烦恼 但怎么把对自己的爱意 也抛却了 直到她再把草蝴蝶 放在自己掌心 她才放下心来 她总还是她 谢怀玉能遇上李子怡 本来是因为九王 九王丢了 母亲急得不行 她明里暗里追踪了多时 总算收到消息 说九王在这附近 顺风而来 也真的逮到几个歹人 同时在这荒僻野岭见到她 但她没想到 会在李子怡家里 见到九王 以又是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小小的 可怜的 被她喜欢的女孩维护着 谢怀玉坚信自己的锦玉 不会爱上九王 但她没有想到 她会在做厨的间隙提起她 会为她牵挂喜忧 甚至为她挡箭 她看着她 心里眼里一点点把九王撑进去 她不是她 她怎么可能不是她 她不甘心让九王这样带走她 她想着 再放手一搏 以婚事捆住她 她不是李锦玉 还能是谁呢 李锦玉变了样子 总还是李锦玉的 谢怀玉错了 或者 她早就知道她错了 她只是死心不改 不承认自己的小姑娘 被人顶了去窍 那她的小姑娘在哪里呢 李子夷落水 被赵义救起 却成了赤儿再无神使 赵义不肯把李锦玉给她 哪怕她成了赤儿 她还是不肯给她 是啊 赵义已经是皇帝了 她怎么争得过她 她是她的李锦玉 却也是赵义的李子夷 其实谢怀玉只是不甘心 不甘心承认 真正的李锦玉 她的小姑娘 其实已经在上元节花灯夜 为了一枚多年前 被塞到掌心的玉佩 永远地停在了16岁 她的小姑娘不见了 而她这些年的心心念念 早成了执念摸不开 她也许会遇到更好的女孩 更优秀的 健康的 值得她爱的 她却突然很怕 自己再学不会爱人 不然也不会在宫里 对着那个与锦玉 一模一样的赤儿去翘落泪 倒是那个小锦玉见了 还懂得过来帮她试泪 像小孩子哄 更小的小孩子 不哭 照一番外 我第一次见到李子夷的时候 把她当成了母妃 是真的 当时脑子不太清醒 她又与记忆里 那个模糊的面容 太像太像 但在往后的时候 我知道她不是 我不过是为这食髓之味 不愿放手 我母妃是宫里最受宠的妃子 常言爱乌吉乌 我顺理成了众人眼中最金贵的皇子 但我与父皇并不熟人 我太腼腆 扭捏 与父皇期待的天之骄子 相去甚远 而她对我来说 太刚毅威严 我害怕 母妃不怕 母妃天不怕地不怕 她不论礼数 说话也直接 从不好好行礼 不与其他妃子客套 和宫上下 也只有她敢指着 蓄狐的父皇说 丑死了 不过她还是会教导我 你要好好学规矩的 异议 你是这里人 我母妃不备是做这里人 她不是生养在京城的大家闺秀 宫里的娘娘们 骂她是蛮荒之地 来的野丫头 我和父皇是她做天宫仙子 我母妃一向与宫里 重娘娘不同 她爱吃酒 大口啃肉 没有主仆架子 会拉着轩轩姑姑翻花绳 父皇不在的时候 母妃最喜欢拖着下巴发呆 坐在窗边一望 就是几个时辰 然后她说 好无聊啊 父皇见不得母妃心烦 虽然有时也会气得 朝她瞪眼吹胡子 但还是允了母妃出宫 允了母妃胡闹 我即跟着母妃变装 走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她带我去茶馆听书 带我去掌公主府闲谈 带我去花鸟鱼虫集市上散步 她带我去了许多地方 等我们走累了 就随便找个时间坐下 她在我身边 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 你要是住在 永武岛的小彼得潘就好了 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 她又说 小王子也很好 她也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 她有自己的小星球 有最在乎的小玫瑰 只要定时清理好红面包树苗 不开心的时候就坐下看日落 但父皇不是这么说的 父皇搭着我的肩膀 望着我的眼睛捅我说 一儿 快些长大 父皇盼着你长成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好早日替父皇分忧 我乐乐点头 我母妃给了我一个幸福的童年 在其他皇子被教唆着争宠 或是为了彰显天赋 才能早早开门去上书房时 我母妃只希望我过得快乐 但她还是会说 我们异役如果也能上幼儿园就好了 那里有许多许多的小朋友 老师会领着你们做游戏 玩老鹰捉小鸡或者丢手卷 在宫里不能玩吗 母妃想了想 摇摇头说 不可以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不可以 宫里的太监只会阿鱼 一味地哄着我让着我 不会让我输掉任何一局游戏 而我的皇兄们 前几日刚把我推下荷花池 差点使我窒息而亡 我每年生辰 都会有一个吹蜡烛的仪式 合着手掌许愿 听母妃唱生日歌 可是九岁那年 这个习惯被打破了 母妃在我生辰的前几天 提着刀杀了宫里的一位妃子 因为那个妃子 害死了怀孕的萱萱姑姑 母妃本来为萱萱姑姑怀孕的事情 与父皇治了许久的气 不单是因为萱萱姑姑怀孕 更是因为父皇违背与母妃的誓言 找了别的女人 承认吧赵四 你这辈子压根就舍不下皇位 也做不到遣散后宫 母妃把花瓶摔得粉碎 现在你连自己的心都管不住了 父皇低眉立在一旁 眉还嘴 她已经给了母妃 绝大部分的宠爱了 但母妃要的是全部 父皇走后 母妃在一地狼藉中 抱了我许久 我想起她之前说过 在这个世界 父皇是她唯一的爱人 我是她唯一的宝贝儿子 长公主是她唯一的朋友 萱萱姑姑是唯一比亲人还亲的人 现在父皇和萱萱姑姑背叛了她 萱萱姑姑也不敢多言 捏着裙边小声地和母妃说抱歉 父皇酒后乱性 本也怪不得她 但母妃说 我不会原谅你 母妃不会原谅萱萱姑姑 却在她被别人害死后 替她报了仇 刘妃血剑寝宫 众人惊慌 母妃被关押了起来 母妃这些年形势乖章 早已引起朱大臣不满 刘妃家事轻贵 满门簪音 纵然父皇第一时间封锁了消息 遣散抹杀了诸多知情工人 这事情还是四滚雪球一样 愈演愈烈 大臣们联合上书 请求杀了母妃 父皇顶着压力 只说查个彻底 来日在意 我离开了最亲近的人 只顾哭啼 虎脚蛮缠 争着吵着 要见母妃 等到父皇终于肯见我 她眼下泛青 哑着嗓子说出口的 却不是母妃要被放出来 我又能重新见到她 父皇跟我说 她不要我了 其实父皇说的是 她不要我们了 母妃走的那一天 风雨大作 从此我除了怕池水外 也怕下雨的天气 我最珍视的母亲 甚至没有同我告别 就从我生命里消失了 我不知道她能去哪里 为什么不带上我 我开始倔强的绝食 开始抗拒一切人的接触 直到长公主把我带到她的府上 谢怀玉打了我一顿 该打的 我活该 我做这副样子 给谁看呢 我不过是打量着母妃 或许还在意我 若是能见到或听到我的样子 她说不定还能心疼折返 却忘了她早就在某一颗铁的心肠 再不打算回头了 我是没有母亲的小孩子 见到李子怡的那一天 是我的生辰 没有人为我喝生辰 只有皇兄派的杀手追杀我 害我险些死在路上 诸多皇兄都恨我 以遛皇兄最甚 因为刘飞是她的母妃 我的母妃杀了她的母妃 然后抛弃了我 我如果此刻被她杀掉 也算偿债 我想起母妃在的时候还同我说 不希望我争权夺势 玩弄心计 日后兄弟戏强 一滩浑水 搅弄得乌烟瘴气 她果然看人很准 我活成了她讨厌的样子 然后我被捡回了李子怡家里 李子怡煮了一碗很好吃 很好吃的面条给我 我的脑子是真的混沌到糊涂 还以为她是我的母妃 刚被父皇放出来 重新拍拍我的头 轻易地抱住我 告诉我们再也不分开 而随着我的神智渐渐清醒 我知道她不是 她是另一个女孩子 同样活泼 同样明媚 同样落落大方 百无禁忌 同样轻易照亮我 我贪恋这种感觉 我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真正地笑 放肆哭 放肆笑 紧绷多年的闲被松缓 心里有个地方柔软下去 我就想 啊 原来这就是心安的感觉 如果做一个小孩子 就能轻易拥有 那我好想一辈子长不大 我开始喜欢 每天傍晚等李子怡回来 坐在石阶上看落日 想起母妃说过 小王子最难过的那一天 一个人看了44次落日 如果我也能在一天内 看到44次落日 母妃会回来吗 我拖着塞响 直到李子怡终于回来 把一个唐人从身后变出来 我装着像小孩子一样雀跃 我是爱吃糖的小孩子 小孩子可以胡闹 可以撒娇 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曾经有一次非常过分 死皮赖脸 蹭到了李子怡的床边 她夜间行转过来 看到我 差点没跳起来 一巴掌给我挠回容 我只是可怜兮兮地望着她 没有躲 溢溢害怕 李子怡心软了 很难得 又或者是因为 她刚刚梦魇 吓到了 总之她允许我躺在她身边 我小心地窝在一旁 在她背后埋头落泪 我想到另一个人 脾气不大好的 但也会哼着歌谣 哄我入睡的母妃 我没有来得喜欢 这个荒僻的小地方 天青草绿 心旷神怡 我和李子怡学着编草样子 笨笨磕磕 故意让她忍不住 发的脾气在哄我 然后我悄悄送一个 小花环给她 山里的花草娇艳 小野花开得最是漂亮 而她每天出去 卖草样子的时候 手上都会有一个 我制的小花环 她是我最偏爱的小女孩 我穿着李子怡寻的衣服 吃着她做的饭 喝着她熬的粥 只要看她一眼 就忍不住笑眯眯 真的是 看她插着腰发活 也会觉得开心 看她眉头眉脑 说奇怪话 也会觉得开心 好像只要看到她 就会很开心 我越来越分得清楚 李子怡 母飞 她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九王府的人找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 时间过得太快了 可我想 将错就错下去 如果不用想外面的事情 我想一辈子待在这里 只是我怎么会在这里 见到谢怀玉呀 温神 长公主府上的小侯爷 以欺负我为乐的小霸王 她自小就爱与我争夺 可不要把李子怡拐跑了才好 可她为什么管自己叫谢然 明明早有了婚约在身 却还出来随意撩拨 胡作非为 我恶狠狠瞪她 借着孩子模样 尽情给她使绊子 看她在李子怡面前出丑 我笑得格外开心 似乎把还提时的 那些气也全撒了出来 但我还是不放心 我知道谢怀玉照实话说 也算京城里的风流倜傥少年狼 虽然我瞧不出李子怡动心来 也还是乖不乖样地问她 子怡 喜欢我还是谢然 李子怡被我馋得不耐烦 终于打我 她在我脑门上拍一下 喜欢你 行了吧 我得了一点甜 念成了百倍的好 等到宋安宁出现的时候 我才发现 不知不觉间 李子怡在我眼中 只是李子怡 很少掺杂旁人的影子了 宋安宁本来应该和她们是一样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着她 就一点特殊的异样感情 也不会生起 李子怡只是李子怡 是绝对的独一无二 很多晚上 她会和我在院门口的 使街上坐一会 自顾自地说她自己能听懂的话 有的时候 她也会牵着我的手 借着星光煞有介事地 给我看手相 哇 你这生命线和财运线厉害了 就是感情有点坎坷啊 小伙子 她拉着我的手掌凑近一点 来 让姐姐再看看 你指头上有几个抖 她看守我看她 很想把自己 盛到她的眼睛里去 是世上最好的李子怡 白天的时候 我会去处理必要的事物 也只有晚上 才能偷得这么片刻甜蜜 我觉得 可以一直这么拖延下去 一直掩耳盗铃 不问世事地生活在这个世上 绝无仅有的桃花园 直到除夕的那一天 那只剑从她的前胸贯穿 带着飞剑的血腥肉末 血淋淋好像把我的胸腔 也撕出一个洞来 耳畔作响的是乌乌风声 时间好像一下子凝住 李子怡先前总说 若是有什么危险 我们自己雇自己 各凭本事逃命 可千万别来什么 舍己为人那一套 那为什么替我挡剑 我后来问李子怡 她垂了眉眼说是本能反应 我不信 她刻意回避着 遮掩着自己的心计 把已经付出的感情 一点点拽回去 试图抹平一切 维持成相安无事的局面 只有我还立在原地 等她一个答复 我好像在不属于我的地方 待了太久了 这里是永无乡 可我不是小彼得潘 我的一意孤行 只会使她陷入 无法挣脱的艰难险境 李子怡好了以后 什么都变了样子 我突然开始惶恐 会像失去母妃一样失去她 我甚至开始 像个变态的窥视者一样 让人帮我密切记录她的言行 而灵念四的那个大师说的话 让我那不切实际的惶恐感 终于落地 她真的想走啊 那我凭什么去留 我拿什么去留呢 想法子困住她 以她的性子 怕是会一头碰死在我面前 我能做的 徒劳无功到绝望的一个词 也只是静观其变 我说会去九四找她 她同意了 等我真正过去的时候 她却在夺我 我故意欺近 把她逼到在无可避之处时 低头问她 想不想我 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好想你 她又开始遮掩 连我的眼睛也不敢看 如同不敢只是自己心意一样 给我一个模棱两可的推却 我终于还是贴着她的脸庞低声问她 李子怡 做我的王妃好不好 她还是不肯看我 我看着那柔软的唇瓣 索性吻了上去 能不能 在她奔向鼠地的路程中 也分一刻的时间为我驻足 而她赏了我一巴掌 你走吧 赵毅她说 不要再来见我 她还是垂着眉眼 没有看我的眼睛 她跑掉了 在淋淋寒冬 为我撒上一把心头血 然后又以泄淮于未婚妻的身份 出现在我面前 我本是愤怒震惊到无以复加 却在听到她说玉佩的那一刻 安静下来 她的信物 连通两个时空所必须的关键钥匙 这不过是她那个小脑壳里 想出来的权益之计 她不是为了泄然 她想的只是离开 我找人调换了玉佩 现在我有一万种法子 让她回不到她的世界 我下不去手不是因为心词 我只是需要一个令我幸福的理由 父皇把皇位传给我 他只字未提母妃 也没有提在我手下惨死的 他的其他儿子们 他只是留给我一个老太隆中的背影 告诉我挨莫大于心死 垂垂老矣也可以全赖心魔 我有些怨她为什么留不住母妃 可说到底我自己也不曾做到 反而这些年耿耿于怀 从未从心底真心实意地 称呼她一句父皇 皇家做派 表面风光无限 内里人心离散 烟渣不堪 我这些年早明白的道理 谈不上释怀 只是脑中灵光乍现 有那么一瞬间 觉得母妃离开 也能堪称姓氏 那没玉佩 我犹豫了许久 没下手砸 李子怡与谢怀玉的婚事 可以无限拖延 她的归期却不能 到了弘愿大师指定的日子 我一路尾随她的脚步 来到湖边 指望能见到她一刻的迟疑 或者退却 但她没有 看着她一往无前 闸到湖里 我也忘了自己怕水 我只是想着她要回去 也该体体面面地回去 不能为了我的私心 被害死在这冷册骨的湖水里 我去灵念寺找那位大师 若我求不得如愿法子 那便寻一个解脱 大师只是轻轻摇头 说 施主放不下 我去找李子怡 我真的不明白 她连命都可以为我豁出去 为什么非要死咬着牙 说不喜欢 如果喜欢 又为什么不能把那些 其他的情感割舍 那是无价珍宝 她说 我看得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怎么可能放弃 那能被抛弃的 就只有我了 我仰着头笑 再过十年 也扭转不了任何局面 我百折不挠的感情 碰上了他们宁死不详的原则 太可笑 我和该被人遗弃在 这个没人要的时空 自生自灭 成全 我成全她 一个两个全走光了才好 剩我一个真正的顾家寡人才好 我把玉佩还给她 又是一次 没有告别的分离 我留守在这里 忘见了什么人间啊 星球上的玫瑰花 定是早已荒芜 可我还是很想她 以至于再次把她打捞起来 我知道那不是任何人 那只是一句没有灵魂的躯窍而已 但我还是舍不得放手 我是给自己留一个念想 永无回想的空盼 枯萎的小玫瑰 哪怕只剩了躯窍 也该被拢在心间 珍珍番外 珍珍 我解尽来 你把掀开我的被子 还不快起 也不看看 现在都几点了 大把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来 刺得我眼睛有些痛 我眯着眼睛瞧了瞧 一时间竟有些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 梦境支离破碎 记忆最初的画面 是一幢古香古色的建筑 大宅院里 仆从穿梭 我小小的 被牵着手掌前行 路上遇到人总会被问候 他们称呼我为 小姐 画面一转 是我被一个男人抱在膝头 她续着长长的胡须 手捧一侧书卷 为我讲解上面的文字 然后引出论点 让我作答 莫了她欣慰又遗憾地点点头 真真聪慧 年纪上小便有如此不俗见识 若是身为男儿身 日后必能成国之栋梁 她将我放下 让我自己去外面玩 兄长迎面走来 顺手捏住我的脸 小珍珍 父亲又教你策论之法了 我点点头 又生气地扑上去打她 她单手摁住我的头 伸长手臂 我就再也碰不到她 然后她笑着闪开 快去吧 母亲还在等你 我母亲是世上最娴熟不过的主母夫人 她正在绣一盏屏风 马蹄轻踏马踪飞扬 却不是她前几日绣的那幅百花簇拥的踏春图 带这幅屏风先绣好 搁到你父亲的屋子里 好过她日日念叨着 只恨不能拖着自己那幅文臣的老骨头 上阵平乱 我娘只顾着埋头穿针引线 却还记得笑着对我说 等我们真真长大 把这次绣手法也学成学精 日后寻一个称心如意行狼 梦里出现了很惨烈 很惨烈的景象 无休止的尖叫 嘈杂的脚步 冲天的火光 穿铁甲的人将府门重重围住 我娘流着泪 催促我快从狭小的狗洞里钻出去 珍珍 活下去 珍珍 兄长眼里闪着泪光 对我殷切嘱托 忘了我们 父亲背对着我 不发一眼 我一路逃亡 无影无休 脚步不停 最后昏倒在一户农家门口 在睁开眼的时候 被一个粗野女人指着鼻子说叫 你是老娘捡回来的 要想吃饱 就得听老娘的话 知不知道 我打亮了一圈 这个昏暗狭小的屋子 点了点头 吃是吃不饱的 粥里全是水 饭里全是糠 菜是剩的馊的 馒头硬的 能砸死人 那女人对我动辄打骂 不论我怎样逆来顺受 也指不住那些不堪入耳的话语 我最受不了的 还是她那个流着咸水看我的傻儿子 尤其是她搂着我 做事要亲我的时候 我像是跳了脚的老鼠 对她又踢又挠 那女人赶过来护着她儿子 同时无言会语骂我不知好歹 你就是给老娘儿子做童养席的 怎么了 这不情那不愿的 等着老娘 我把她儿子打破了头 她改了主意 不让我做她童养席了 她要把我卖到安娼馆里换钱 那几个大汉来抓我的时候被我逃了 没逃太远 可我饿得腿软 实在跑不动了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遇上的李子怡 她正在挖野菜 看见穿得破破烂烂 蓬头垢面的我吓了一跳 以为我是哪里来的小娇花子 救我 什么 李子怡没听清 救我 他们要抓我到妓院 李子怡看了看身后追来的那几个气喘吁吁的大汉 抱起我就跑 我煮了方便面 你要不要吃 我姐扎扒下筷子 端着碗面问我 姐 我有些恍惚 梦里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 怎么了 我姐看我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 过来烫我额头 不是睡傻吧 快起来快起来 她说 我们今天去庙里上香 爸妈自己跑出去旅游 把你丢给我 她难难 让我也好好拜拜 除了求姻缘 爷爷替你求求学业 我呜了一声 又在床上摊了一会才起 梦里的世界光怪陆离 真真切切 我趴在车窗旁边吹风 冷不冷啊你 窗户开那么大 我姐从手底下调了车窗高度 我这里面还开着暖风呢 我没发表反对意见 只是继续发呆 领了香 进了佛堂 佛中作响 我的头也作响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脑中没有来冒出这么一句 四 又是很多光影闪过 所有人的愿望 都没有实现 我突然胸闷 揪着领子 险些喘不上气来 自顾自抛跑开 见到一位僧人 现代的佛堂 游客一般是见不到僧人的 可他就出现在我面前 大师 我捂着心口 我不懂 我有着在这个世界 从小到大的完整记忆 却无端觉得 梦中人就是我 僧人俯身合掌 只言舍得二字 他在这里等我 似乎只是为了 用这两个字点画我 姐 回家的路上我问她 你信穿越吗 穿越 我姐摁着喇叭 催前面的车快走 穿越都被广电进了 我跟你说正经的 姐 我说 要是能穿越回古代 你会做什么 如果能回去 我姐想了下说 会想法子回来 为什么 我脑子不好使 去了大概活不过两集 她说 而且穿越剧的女主吧 挡箭挨刀 肯定得有一个 虐身虐心 肯定得占一个 什么毒杀 谋害 三脚纠葛 皇子夺嫡 这得有几条命 才能陪他们玩啊 如果有你很喜欢 很喜欢的人呢 对谁的喜欢 都不能超过 对我爸妈的喜欢吧 而且凭什么 非得是我妥协 那个人如果 真那么喜欢我 不会自己跟过来 如果他放不下 凭什么要我放下 我姐弟弟的摁喇叭 小珍珍 你不会是看穿越小说 看糊涂了吧 你看他们描述的 多风花雪月 是个人就衣冠楚楚 风流倜傍 其实都是假的 不信你去搜搜 历代皇帝画像 绝对打破 你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且你想去的地方 我姐神经兮兮的 对我说 连把软毛牙刷 都找不到 很可怕的 我又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的 我是古代的杨真 没有跳下湖 无病无灾 长到十九岁的杨真 我在梦里面 看到了李子怡 在她走的第十年 以一个全新的样貌出现 不用说任何话 单看眼睛我就知道是她 阿子 天哪 珍珍 你都长这么大了 李子怡也惊喜地望着我 她环顾四周 这九四 居然也还开着 阿子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生怕一呼吸 这个梦就碎掉 心里有许多许多话想问她 每个字都争先恐后 堵在了喉咙 珍珍 她大步走向前 抱一个 一个沉沉的拥抱 我好想她 我拉着她坐下 跟她讲起这些年的事情 尚书夫妇 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教养 我也感恩 只是拒绝了尚书夫人 挑了许久的好儿郎 我还没有遇到 真正喜欢的那个人 哈 姐姐今年也还是寡狗 李子怡笑了下 不过新涨了工资 就当两件事抵消了吧 只要能自己养活自己 自得其乐 爱情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 要不要见见赵毅 我问她 啊 她连连摆手 不用不用 我待一会就走了 不用劳动任何人 她是敬相情窃 谢怀玉若是在的话 她怕是肯见的 但谢小侯爷去游历山川了 我这几年也不曾见到 也许她下次回来 会带着妻儿一起 也说不定 赵毅那个傻子是能见的 只是她不肯 她也不知道 宫里面有个痴儿 被当宝贝似的供着 我终于知道 人们见面时 为什么会用过得好 这一类词 替代许多话 我只是同她喝了一壶酒 临别的时候 拍着她的后背 摸到她的头发 阿子 照顾好自己呀 珍珍也是 她用力回报我 如果能有机会的话 她也许能回来 也许再不会了 再见 她朝我摆摆手 再见 我立在原处 朝她挥秀 你还不出来 我回到九四坐到桌子上 她走了 赵毅从隔间走出来 两个傻子 互相躲着有意思 我以为我和阿子 再见面会抱头痛哭 以为我们会细数 这些年错过的光阴雨故事 却原来 也就是寒暄 像是转个弯就能到的距离 却隔了长长的 比牛郎之女的雀桥 还要长的距离 我昂头把一杯酒送进嘴里 转头看见赵毅低着头 就对她说 哎 你可不要哭啊 赵毅低着头笑了笑 是我哭了 我笑着饮酒 泪水却顺着眼角流下来 狠心的女人 赵毅说 她不会再回来了 我知道 我哭着从梦里醒过来 泪水球湿了一大片枕头 光着脚打开门 跑到姐姐屋里 掀她被子 跳上床搂着她 她睡得迷迷糊糊 含糊不清地问我怎么了 我不说话 只是搂着她的腰唾气 那些被遗忘的时光 那些被错过的时光 我姐伸手把床头灯打开 怎么哭了 嗯 她问我 做噩梦了 别怕别怕呀 姐姐不是在这呢 她抬手擦我满脸的泪 真真不怕 全文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看小说